第1621章顶尖异兽群体 灰玉一角 身形高大 茂密胡须覆盖半张脸 笑容温和的大魔神格雷克 端坐在一块巨大的赤红金坛 那块占地数千亩的赤红金坛 就是他生而聚之的生命祭坛 内中奥秘无穷 亿万道赤红金殿 密密麻麻地交织分布在祭坛内 有神秘的血之光丽流动着 仿佛随时随刻地 向人述说着众生的血之秘密 神奇的生命祭坛 可以千变万化 既能成为恐怖的利器 也能化作坚固的盾 在格雷克的周边区域 充斥着很多灵巡的怪石 还有三个九级血脉的天外异兽 灰神恶 一头诞生于灰玉的恶泪异兽 身长三万丈 通体覆盖着褐色的石块 他巨大眼瞳中有不少奇异斑点 格雷克每每和他对视 灵魂都有错乱的感觉 这头传说中的巨恶 或许数百年 甚至数千年的时间 也未必出一趟灰玉 所以知道他存在者极少 雷蒙兽 有九千丈高 形弱巨型土拨鼠 身上的绒毛放大去看 皆是条条雷电 千千万万多的雷电 从他体内生出 化作他的绒毛 他青涩的眼瞳 看着像是两个小型的雷霆星辰 内中有天然的雷电法则蕴藏 若是能够将其击杀 抠下他的两个眼珠子 浩莽雷宗的大修 就能够从中参悟透另类的 近乎于本源的雷霆道则 还能以此去打造出雷霆法器 魏卓要是在现场 看到了这头雷蒙兽 定然是如获之宝 因为这头雷蒙兽 眼瞳所葬的雷霆法则 是令他感到陌生 想要参悟的那部分 魏卓真的来了 还会知道眼前的雷蒙兽 原本就是出自那片 外域天魔封禁的雷霆境地 他是在那方世界形成的 他离开以后活动于天外星河 尝试寻找更多的雷霆真谛 想借即将血脉的极限打破 很可惜 雷蒙兽只是天外异兽 既不是星空巨兽 也不是浩莽的妖神 灵智没得到一轮真正蜕变的他 悟性是他的短板 无论他积累了多少爆裂的雷霆闪电力量 就是冲破不了血脉的桎梏 他永远只能停留在九级 永远离十级警察一步 那一步就是如天前般不可逾越 一支三族金乌 金族踏着一颗赤裂的太阳光球 金乌之身流光灿灿 华丽的赤一轻轻一抖 就洒落出了树不尽的太阳精火 这只神奇的金乌 在浩莽的人族内部 被许多宗派奉若神明 此神鸟和太阳向来密不可分 他也被认为 是最先参透出太阳之火精妙的翼灵 在元阳宗和赤魔宗的许多壁画中 都有这只三族金乌的图像 一些古老的阵列 图腾柱 顶炉的上方 也会出现他的身影 此刻 这只星空中最强的三族金乌 和灰神恶雷蒙兽一起将格雷克围了起来 他们不是要杀格雷克 而只是为了自保 因为他们得知格雷克闯入灰狱以后 已接连袭杀了四个 比他们稍微逊色一截 也同样是九级的异兽 他们不知道格雷克究竟发了什么疯 为何要冲入灰狱 轰杀他们的同类 你们很不凡 一旦接触到那些秘密 势必成为我们的心腹大患 所以 我只能提前杀死你们 格雷克端坐在巨大的生命祭坛 脑后 额头 脖颈 仿佛生出了血眼 将三个天外异兽看得清清楚楚 他是因阳外源头的命令而来 灰神恶 雷蒙兽和三族金乌 常年出没在灰狱 他们一开始就是为了猎杀星空巨兽的右兽 为了寻求突破十级血脉的希望 才潜引在灰狱 和之前那四个 被格雷克及杀的九级异兽不同 这三个该是成功猎杀了星空巨兽的右兽 并且分而食之 他们也因此而变得比那四头异兽更强 更有智慧和灵性 可惜他们不是星空巨兽 他们没办法直接以巨兽之心 将被袭杀的右兽血脉融合 也没能打破血脉的束缚 找到突破十级血脉的秘密 他们只是有着更浓郁的血肉力量 让自身的血脉 有了一轮大幅度的提升 也因此获得了 比普通异兽更悠久的生命 目前也仅限于此 但是 如果给他们离开了灰狱 让他们知道浩莽的妖缝 正式选择接纳了天外的异兽族群 终于不吝啬地 愿意和他们分享突破十级的秘密 或许还洞悉了兽类永生之谜 他们会做出什么选择 他们会立即变成妖缝挥下的得力干将 以他们的力量和血能层次 这三位猿藏在灰狱的顶尖异兽 不出意外的话 将在短短内成为和白色天虎 绿柳一个级别的恐怖存在 等到了那时 格雷克和阳外源头 再想轻松袭杀他们 难度将暴增百倍 天外所有的异兽 如今都被妖缝调动了 百明了要大举入侵深暗星域 身为那方星域主宰的阳外源头 自然也不可能闲着 于是以他手中的力量 尽量去削减最尖端的异兽战力 灰神恶 雷蒙兽和三族金屋 就是阳外所能看到的 最可能形成威胁的异兽 这才有了格雷克秘密踏入灰狱 不给此地异兽接触腰缝的机会 提前恶杀威胁 琵琶 数千道粗阔的身轻雷电 随着雷蒙兽一声低吼 从格雷克屁股地下的灰暗星空爆出 直奔那座生命祭坛而来 三族金屋的宽阔金色翅翼 用力一扑扇 硕大的太阳精华 化作无数微型的小太阳 在实质化以后 轰隆隆地砸像那座赤红血金般的祭坛 体型最为庞大 也是战力最强的灰神恶 倒是没着急出手 他那有着众多诡异斑点的寿墓 只是瞪着格雷克 然后眼眶渐渐深陷 如化作了两个巨型的天坑 他寿墓中的天坑 看着如混沌出奇时 第一层天穷破开的窟窿 神秘的天坑 对生灵 对天地法则 对诸多的魂灵 都有着一种强烈扭曲之力 却魔虽然也是外语天魔 可他们在灵魂方面的造诣 因后来侧重于血肉的强大 反倒是不如别的外语天魔 因此 格雷克在灰神恶展现神秘手段时 不由自主地看去 这一看 他的部分血能和灵魂 仿佛都要沉沦进去 雷蒙兽的千万雷电 三足金屋的无数太阳火球 尽数被那座生命祭坛挡下 格雷克都能安然无恙 反倒是 灰神恶的两只寿墓 形成的神秘天坑 让格雷克头晕目眩 另一边 千万里开外 斩龙台安静地悬停 于渊调集斩龙台的神异力量 凭借更高等级的生命奇奥 定位了格雷克的区域 格雷克在展现力量 将生命祭坛释放的情况下 他在于渊眼中如火炬般药木 于是 以格雷克为中心 他周边区域的一切场景 都被斩龙台照耀了出来 灰神恶 雷蒙兽 三族金乌 明顿昆只瞥了一眼 就到出了三头天外异兽的来头 于渊 他们和暴雄一个等级 都处于九级巅峰的战力层 他们没能和麒麟 和白色天虎一样晋升 只因为他们没找到适合他们的方法 而这个方法 妖凤应该已经参悟出来了 且如今不在藏私了 格雷克现身于此 就是不想他们活着离开灰域 不想让他们知道妖凤改变了态度 愿意接纳他们 分享自己领悟的血之秘密 明顿昆眼中图现凶利和贪婪 这三个家伙血能棒驳 仅次于巨兽 我要吞了 第1622章杰狐 灰神恶 雷蒙兽 三族金乌 这是三头如寒玉雪雄一般强大 同为最顶尖的九级异兽 他们离近街道时级 差得仅仅只是一种方法而已 这就好比当年浩莽的人族 逗留在自在境多年 始终无法越过那道关卡一般 因第一世的他 被大魔神贝尔坦斯点拨 找到了以主魂蜕变为原神的方法 才迎来了直变 再以原神融合本源精能 铸造出神未来 从而具备了和龙族叫板的战力 正在和格雷克战斗的 那三头顶级的异兽 缺少的也只是噤声的方法 而这个方法 妖凤似乎掌握了 原本一直不肯拿出来分享 事实上 他以前也一直没有将天外异兽当回事 心存鄙夷和轻视 当然 也有可能是那个方法 最初就只适用于浩莽的妖兽 因为在浩莽的妖兽体内 有了一些泰坦吉隆的血 不久前 妖凤从太史的手中 抢夺了泰坦吉隆的一头右兽 或许是参透了什么秘密 有了完整的将一兽血脉提升的方法 于渊 你我何力能驱赶格雷克 或者看到他们分出生死 过去直接捡便宜 明顿昆布遮掩他的饥渴 双眸中都是浓郁的贪婪光芒 他们中的灰神恶 在我的感觉中 似乎比暴雄都可怕 他们体内浓郁的血能 还有巨兽的气血 他们曾成功地斩杀了星空巨兽的右兽 我要他们三个的血肉来恢复力量 我能以他们三个 找回我所失去的战力 化作枯瘦唬唬的明顿昆 激动地低声嘶吼 壮弱癫狂 不 你先冷静一下 我有别的打算 于渊缓缓摇头 神色冷漠地说道 我需要你过去 和他们三个合力 将格雷克进退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我希望他们三个没受什么重伤 还处于血肉精能磅薄的状况 而格雷克 必须要远离 你还不能提到我 明顿昆一脸茫然 为什么要这样 展龙台渐渐缩小 缩小到只能容纳于渊和明顿昆 他们脚下的经营台面内 还是清晰地照耀着 大魔神格雷克和三头天外异兽的战斗 这场战斗 竟然有些势均力敌 看架势一时半会绝对结束不了 我认真想了一下 于是想到了一件事 于渊的眼中闪烁着智慧和灵性之光 肃然道 浩莽的妖兽 最初也只是异兽 他们因泰坦吉隆的陨落 因泰坦吉隆的鲜血挥洒下来 让那些异兽吞没了吉隆的鲜血 生命形态得到了某种升华 在这个前提基础上 他们才因种种原因 也可能是在妖凤的促动下 变成了妖神 获得了十级的战力 他们智慧和灵性 于是变得和人族 和天外的智慧生灵相当 操作停顿 轻轻吸了一口气 于渊以左手的指头 点向他自己的胸腔 在我的阳神内部 烙印着最完整的生命真谛 和曾经至高无上的泰坦吉隆一致 妖凤 既然能给异兽带来的直辩 我应该也是可以的 我只是需要时间参悟 只需要找到那个方法 而这个方法 应该就在我阳神中 我以前不过是没往这方面深想 扯嘴一笑 于渊再次说 既然 我也能如妖凤那般 令天外的异兽完成蜕变升华 而我此刻又在挥玉 我是不是可以截个胡 截胡 从他的手中截胡 明顿坤心头一震 不错 于渊瞬间就有了方向 他深深看了明顿坤一眼 笑道 其实 你也是知道的 在你体内也埋藏着一条 兴许能够令异兽 拥有永生能力的生命傲益 可你由于生来就是永生 所以才不懈去感悟 反而白白便宜了他 让他斩获了这道真谛 你当时有没有想过 你要是参悟了能造福异兽的法则 你也能说服他们 如果诸多的异兽 如果诸多的异兽 围绕着你 全部以你为首的话 你岂不是会安全许多 于渊试着点拨明顿坤 我曾经想过 可我觉得不切实际 所以没实施 没花心思领悟 明顿坤皱眉摇头 思路很清晰 我只知道 所有天外的那些异兽 没有得到蜕变 没有达到十级血脉前 是绝无可能永生的 然而 如何将异兽的血脉等级 从九级带到十级 却是一条没人生物的艰辛路 很多人都猜测 妖缝其实是知道的 可他也迟迟没动作 直到近日才有 因为我不懂得 该怎样让他们蜕变到十级 所以我即便参悟那条 神奇的生命道则 也没什么用 至于如萨伯尼斯 还有布里塞特的一族巅峰战士 由于非兽类 就更难难料 没人摸索成功的路 我懒得耗费无穷的时光和精力 这种苦活累活 我才不去做 明顿坤坦然道出他的心思 原来如此 于渊点了点头 想到兴许是妖凤拿到了那头 泰坦吉隆的右兽 才破译了奥秘 你做不到的事情 我是可以的 我具备所有的必须条件 我手中掌握的东西 比它还要丰富完整 我所欠缺的 只是没有数万年的探索体悟 但我 等荣灯至高 这方面的缺陷将会瞬间弥补 于渊脸上充满了信心 在他突破至高的刹那 尘封的第一世纪将会全面觉醒 他兴许能够和原魂再次沟通 以他三世的精力智慧 他各方面都不会逊色妖凤 他还有更强的泰坦及龙右兽 有更完整的生命真谛 而且又触及了原魂 到时候岂会惧怕妖凤 你要我驱赶格雷克 你去说服那三个 将他们拉入你的阵营 明顿坤确认 嗯 鱼鸳脸色一正 我向你沉默 之后在灰狱中 不会让不死鸟出手对付你 还有 我会尽可能地助你恢复力量 我唯一比较担心的是 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毕竟 你永远都在受伤 而格雷克却越发强大了 他眼中流露出怀疑之色 明顿坤近期表现出的力量 确实不是特别的出众 于渊担心他不行 在生命领域上 我所对应的 本该是圆血大陆的羊脉 是格雷克的缔造者 要不是因为我总是倒霉 总是处于受伤的状态 格雷克凭什么是我的对手 明顿坤似乎被他激怒了 哼吃哼吃的 两个鼻孔都在喷溢水雾 他突然低头 看了一眼展龙台表面 显现出的区域特征 将大致的方位烙印在巨兽之星 然后这头从得到圆血青睐 就一直走霉运的星空巨兽 顿时再次显出巨兽之身 一只青色巨鱼 庞大如玉解天地 辉玉浓郁的水之能量 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 在辉玉 明顿坤一旦释放出 原始的巨兽之身 马上就变得如鱼得水 亿万晶莹的水滴 很快就在他一片片的鱼林上缔结 每一滴水珠蕴含的浓郁水之能量 都会让云水宗的修行者是若珍宝 阳神静和自在静的云水宗修行者 如果能得到那些水珠 他们对水之傲益的认知 并能足足攀升一大解 华如深海主宰的明顿坤 摇摆着鱼尾 一笔斩龙台还要快的飞逝速度 刹那间就没了踪迹 于渊以灵魂和阳神感知了一下 倒不肯出力的家伙 明顿坤比于渊想象中的 比他一直呈现出来的战力 果真是强出一大解 只是因为自己在 明顿坤才不愿出力 如离会长般的硬骨头 他也是主动认怂 交给自己去啃 好节省他的力量 浩蒙那边 瑞柳以水之大道风神 成了浩蒙的水神 将来 瑞柳和明顿坤之间 怕是会不可避免地有冲突 于渊暗暗笛估 不知为何 他感觉一旦给明顿坤完全恢复过来 瑞柳在天外碰到明顿坤 就像是修罗王碰到龙杰那般 为丁点胜算 第1623张插一角 明顿坤很快就不见了 而苏小后的斩龙台 依然在锁定大魔神格雷克时 将那方战场给清晰呈现 我能看到他 也能感知他 可格雷克却无从探查我 于渊知道他的阳神 由于被圆血催炼缔造过 他在生命层面上 其实远远高于格雷克 加上他又有斩龙台在手 所以才能隔空窥探格雷克 而格雷克 虽然是外遇天魔族群 可因为他魔魂较弱 并不能洞悉自己的存在 格雷克看不到我 阳外就不知我也在挥誉 也就不会后续及时做出反应 我就有充足的时间 去琢磨如何寻画那三头异兽 神魂宗内部 要是多了三头十级的异兽 以后和浩莽的各方势力战斗 就拥有了底气 不会那么的被动 他们如果可行的话 那头暴雄自然也能因我而晋升到十级 于冤缠瘾时 斩龙台还在呼啸 只是速度没拉到最快 明顿坤消失以后 因没有抵达格雷克的方位 所以没有被他以斩龙台映照出来 可他默默动用羊神的力量 全方面感知时 还是能大体知道明顿坤的位置 实在是因为 明顿坤此刻的血能过于浩荡 远远超过那三头九级的异兽 就这般 不知过了多久后 斩龙台树地停下 雨晕低头一看 就见一赤红 一银白的光团 像是日月铜线 猛地从斩龙台表面的场景冒出 明顿坤的赤红眼眸 有汹涌的太阳之火建设 他的眼睛比金屋脚下的大了数倍 赤翼金黄的三足金屋 分明受到了惊吓 他叽叽地尖叫着 数千米宽阔的金黄翅膀掀起了团团火焰风暴 在那些火焰风暴内 还有许多金光灿灿的火焰精灵 如受他的血脉而短暂生出 巨大的火焰风暴 从大魔神格雷克的方位转移 朝着那日月的位置冲去 三足金屋要探一探 到底是来了什么怪物 竟将那么硕大的太阳炼化 变成了一只红扑扑的眼睛 轰 占地百亩的巨大雷球 被雷蒙兽从嘴里吐了出来 如从一万丈的神山 滚落下来的恐怖滚石 滚向了尚未显露真容的明顿坤 连专注于对付格雷克的 那头最庞大的灰神恶 也被震惊到了 明顿坤还没到 三头顶尖的九级异兽就突然慌乱了 他们合力面对大魔神格雷克时 还都比较从容 没那么的不安 明顿坤化作一片赤红血海的格雷克 就在巨型的赤红祭坛上 他运转着神奇的生命祭坛 将三足金屋和雷蒙兽的连绵攻势化解 雷电 风暴 太阳惊火 爆裂的冲击力 对他化作的血海 对那做他生而俱之的生命祭坛 根本造不成影响 相反 诸多力量霹雳啪啦落下 还被祭坛悄悄吞没 被他以隐秘的方式 送达给了深暗星域的杨脉 杨脉 已将雷蒙兽和三足金屋血脉内 暗藏着的大道金钥给拓映了下来 让格雷克真正觉得棘手的 就只是灰神恶 无论他如何抗拒 他都不可避免地 被灰神恶眼瞳的两个天坑所吸引 他的力量 因那两个天坑的存在 没能发挥到极致 然而 明顿坤一接近他 这头心脏烙印着部分生命真谛的巨兽 第一时间就被他揭穿了身份 哦 一声低吼过后 明顿坤在他们的眼中 在鱼渊脚下的展龙台内 同时浮露出来 身形最庞大的灰神恶 与形如小天地的明顿坤相比 都显得渺小了许多 雷蒙兽 还有三族金屋这种更小一号的异兽 比起一头成年的星空巨兽 就更加不值一提了 呼 明顿坤布满力刺獠牙的兽嘴张开 突然喷勃出了一条银亮的星河 将火焰光团 将百亩地大小的雷球 冲撞得在虚空爆灭 空中 如放了绚烂的烟花 团团神光惊鸿一线地爆灭 释放出了片刻华丽 一条数千丈宽阔的璀璨星河 仿佛南瓜诸天世界 所有汪洋大海的精妙 有无数海兽 海草 海洋中的生命在其中浮现 看着那条璀璨星河 三头一兽仿佛看到万物从海洋中出现 一个接着一个 踏上陆地进行演化的过程 还仿佛看到 一个各大海 水域 湖泊 溪流 蜿蜿贯穿众多玉界天地 富裕生命的原始痕迹 水之大道 生命的诞生 两种神奇的力量道则 仿佛近在那条璀璨星河 正被尽情地演绎着神奇 哗啦一声 这条让人觉得要目的璀璨星河 将大魔神格雷克化作的赤红血海 还有那座庞大的赤红生命祭坛 瞬间冲击推动到了数千里外 格雷克横了一声 道 明顿坤 我的闲是你最好少管 浩莽的那只紫色凤凰 好像就在附近 我都听到他的凤鸣声了 以三番五次地 动用了至强力量 应该已经被他盯上了 明顿坤英森森的声音 铺天盖地响起 在三头异兽旁 也在那条继续滚荡的璀璨星河中 格雷克 你快逃吧 吃了可未必能逃得掉 这话一出 格雷克蒙的画作血魔族的常规形态 站在了广阔无垠的血色祭坛 他血红的眼眸深处 露出了一丝经济 分明感到害怕了 他也隐约感应出了 似乎当真有什么更高等级的存在 在暗地里注视他 他并不知道 其实是于云以自己的阳神 调用斩龙台的力量 隔空看着他和三头异兽的激烈战斗 他还以为真是妖凤提前想到了阳外的图谋 也早就知道在灰狱里面 有灰神恶 雷蒙兽 三族金屋这种罪事和引导 最有可能在短期突破的实际者 他以为妖凤就在附近 号码 妖凤 格雷克真的慌乱了 都不敢去辨别此消息的真假 当他发现明顿坤插手 并且在阻止自己袭杀三头异兽后 他终于萌生出退役 你是我见过的 最胆怯 最没有底线的星空巨兽 明顿坤 你真可悲 你被他镇压在新晋海域多年 你不仅没想着报仇 还变成了他的走狗 选择忠于他 格雷克和他脚下的血色祭坛 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及时 放弃了原计划 呃 本想解释一两句的明顿坤 只发出一声错愕的低呼 然后就看不到格雷克了 格雷克误会了他 以为他阻止格雷克杀那三头顶级异兽 是为了讨好妖凤 为了避免自己的死亡 不是这样的 渐渐收缩体型的明顿坤 自言自语了一声 见那头巨大的灰神恶 要施展眼瞳献出天坑的秘术 喝道 你要是不想死的话 就给我安静一下 他的一声沉喝 令灰神恶犹豫了起来 没急着下手 你们等着吧 我给你们引荐一个人 明顿坤重新化作枯兽的老手 站在了雷蒙兽的身旁 他高挺的阴勾鼻动了动 鼻孤道 还好 你们三个由于曾经分拾过一头右手之身 你们相互间一直紧挨着 递结了同盟 不然 格雷克一个各地杀下去 你们都会死 异兽 无法和好莽的妖族扳口吐人言 他们只能释放灵魂情绪 雷蒙兽低声嘶吼了一下 询问明顿坤 带回来的是谁 是人 浩莽的人族 这话一出 明顿坤注意到三头巅峰的异兽 眼瞳中满是疑惑和不解 人族在灰域处处受压制 除非是至高者 因灰域环境的恶劣艰辛 因有元神至高陨落过 已太多年没出现过这样的家伙 三头常年躲在灰域的异兽 对浩莽的人族 也都有点不以为然 浩莽的人族再强 也只是在外界 在灰域里面可不是这样的 第1624章以太虚之名 明顿坤忽然感到担心 这三头灰域的异兽 在他说起人族时 显得很是不以为然 他想着带灰域渊到来 要如何才能说服这三头异兽 令他们相信于渊有能力 帮助他们突破血脉如今的极限 毕竟 他们乃天外的异兽 他们和浩莽的腰缝本是同类 于渊却是人族 在他们来看是异类 妖凤的赫赫威名流传极广 如他们般的异兽 骨子里对妖凤就有些敬畏和崇拜 以前的时候 也是妖凤瞧不上他们 不愿意接纳他们 他们就是想跪舔妖凤 妖凤都不带搭理的 当妖凤愿意放低身段 愿意包容他们 还愿意给他们指明一条新生之路时 他们怎能抗拒的了 一念至此 明顿坤更加头疼了 他认为 即使渊渊拥有更完整的生命真谛 因名头不够响亮 因不是异兽群体 未必就能说服那三头异兽 未必 就能将他们拉入到神魂宗的阵营 变成神魂宗的极战力 呼 踏着展龙台的渊渊 在大魔神格雷克离开一阵子后 终于飘然而来 过来的时候 渊渊就在考虑 是不是应该立即唤出阳神 以其中生命真谛的玄奥 去说服这三头顶尖的异兽 不然 单靠他的嘴 他不觉得他能迅速得到认同 他也稍稍有点头疼 李自己和他们说吧 正范畴的明顿坤 鉴于渊出现了 赶忙指向那三头异兽 和他们的交流 需要从他们的吼声中 去感悟他们想表达的思想 李和暴雄有过来往 这应该难不到你 他们能听懂你的声音 所以明顿坤的话还没说完 呼目显惊恶 惊呼了一声 于渊也愣了愣 灰神恶 雷蒙兽和三足金乌 因他的现身 表现得一个比一个激动 金乌一拍赤翼 化作一道金色光电 直接到了他的面前 他金足下的 一轮炼化的围形太阳 也被他给遗忘在了原地 而雷蒙兽的绒毛 突然痴痴地作小 见射出众多纤细的电光 他那暗含雷霆法则的寿墓内 满是惊喜和期待 他颤颤唯唯地 略显笨拙地 朝着于渊扑去 他的动作和姿态 在于渊的眼中 显得有些憨憨的可爱 不知为何 看到这头雷蒙兽的时候 于渊一下子想到了寒玉雪雄 两者的形态 有颇多的相似之处 于渊怀疑雷蒙兽 也是熊类族群 最强的灰神恶眼瞳深处 神秘的天坑早就隐没了 他呼吱呼吱地 很是激动地喘气 他紧紧盯着于渊 似在确认判断着什么 他在确认 于渊是不是他期待的那个人 展龙台 于渊很快就发现 那只三族金屋 雷蒙兽和灰神恶 兽目真正聚焦的不是他 而是他脚下的展龙台 难道于渊想的是 莫不是第一事的他 曾经驾驭展龙台穿梭在灰狱 接触过这三位 所以 他们对现在换了一个身躯的自己没印象 却依然记得展龙台 不应该啊 不论是记忆中 还是在感觉上 他都没关于这三头异兽的痕迹 不管怎么去看 他都该没接触过这三头异兽 没有打过任何的交道 你们 他索性张口询问 鸡鸡 呜呜 豪 三族金屋 雷蒙兽和灰神恶 四看出了他的疑惑 主动递发出了第一名和嘶吼 第一名和嘶吼声 才被于渊听到的时候 他就知道了大致的含义 太虚 竟然是太虚神王 三头深藏灰玉的异兽 居然全部认识太虚神王 而且他们当初能斩获一头星空右兽 也是因为得到了太虚的帮助 不久前 太虚还来过灰玉 并带来了一个振奋他们手心的消息 展龙台的执掌者 正在参悟和声命相关的终极奥秘 有望帮助他们纷纷蜕变 令他们进阶为时级 如浩莽的腰缝那样 以时间来看的话 太虚传递这个消息时 不过是以归虚神王的身份 刚刚来号码不久 只在彩云障海悄悄看过他一眼 看过一眼 太阳神蕴含得奇妙 而已 彼时的他 尚未抵达深暗星域的边界 还没有被圆血眷顾 没有被洗涤淬炼阳神 没有能突破到自在境 可太虚却坚信 太阳神中将迎来重大突破 早晚能给这三头异兽指引出新生路 这是对他有多大的信心 听着三头异兽的低鸣和嘶吼 于渊很想将藏在展龙台的太虚 直接给摇晃醒 想问问他为何就那么毫无保留 毫无理智地信任自己 竟然是太虚 明顿坤舔了舔嘴角 脸色变得怪异起来 他先前还在担心 不知道于渊能不能说服这三头异兽 没想到展龙台一出现 三头异兽就先激动了起来 太虚神王 早在第一次回归号码 第一次偷偷看了于渊一眼后 就断定于渊在将来 一定能够帮助他们蜕变 那时 兴许太虚的一部分 也是在灰狱内游荡 这三头异兽 相信太虚的判断和说法 相信展龙台的执掌者 就是他们的明灯 能指引他们蜕变 于是 于渊根本不需要废口舌 不需要做解释 也不需要释放羊神去证明 因为太虚姓于渊 而他们姓太虚 这就够了 太虚就在里面 不久以后 他会以新生的方式出来 于渊指向展龙台 对那三头异兽说 要不 我们等他醒来以后 让他和你们沟通 经文太虚神王 此刻就在展龙台的三头异兽 欲发地激动了 他们低鸣嘶笑着 眼巴巴地看着展龙台 似乎想要冲进去 想迫不及待地见到太虚 由太虚告诉他们 告诉他们 他们等候了无数年的希望 终于在今日出现了 于渊 你要不要 拿他们其中一个试试手 明顿坤怂恿 如果觉得挥玉不方便 你可以拉他们进展龙台 在展龙台内 谁也没办法看到你 不知道你究竟做什么 此言一出 于渊眉梢移动 在展龙台内部 有三个奇异的小天地 太坦吉隆的那颗紫金色龙弹 处于黄金巨龙开辟的世界 三个小世界 它完全可以隔绝 也可以令其畅通 拉入眼前的三头异兽 去别的小天地 然后换出自己的阳神 看看有没有可能促成他们的境界 还真是可行的 这样啊 于渊的视线 在灰神恶 雷蒙兽和三足金屋的身上 看了又看 三足金屋血脉深处 所葬的太阳焰火之力 相对来看比较容易处理 因为 冰霜聚龙那方世界的酷吏严寒 很容易扑灭所有的太阳精华 震着三足金屋的血脉神通 你 想不想去展龙台 去见一见太虚 于是 他看着三足金屋认真询问 在他问话时 沉睡中的太虚神王 已被因神摩移了 到了时空之龙的蚕尸之地 三个世界的屏障 也因因神的存在 迅速地生成了 金屋反倒略有些犹豫 他真正信赖的 只是太虚神王 可他暂时没见到太虚神王 虽然太虚神王说了 他们的进阶希望 都在展龙台的主人身上 可毕竟 以前也没打过交道啊 雷蒙受一声低吼 表态他愿意替代金屋 愿意去展龙台内 见一见太虚神王 本在犹豫的金屋 恼怒地低迷一声 突然将那颗赤裂的小太阳 拉回脚下 立即开始了躯体的收拢 没太久 他就缩小了千万倍 化作很多古老典籍上 会可出的金屋形态 他在做好准备后 已燃烧着金色火焰的眼眸 看着于渊示意 请进 于渊指向了展龙台 台面上的一个位置 让他飞入其中 金屋化作流光落入 第1625张金屋的暴富 银白色的大地 细节色彩鲜艳的龙狮 绵延如起伏不定的山脉 在蜿蜒的龙狮周遭 不时要出七彩斑斓的神侠 变换成一条条绚烂的光龙 仿佛能够将人拉回逝去的时空 龙狮的上方 偶尔有霞光化作清晰的影像 都是具龙威严神俊的形态 以前 这头时空之龙的蚕尸 透出一股滔天的恨意 那股恨意 针对的是号蟒妖族 和如今称霸号蟒的人族 多年过后 那无穷无尽的恨意 似乎随着他以忠赤臣的身份再生 他对人族的部分变得淡薄许多 可龙狮对妖族的愤怒 至今依然浓郁 三族金屋近来不久 便发出了尖叫 维苏后的他 抵达时空之龙的埋尸地 率先看到的自然是 七节散落很开的龙狮 然后 才是要以安德烈魔区 进行重生的太虚 他的尖叫声 有着明显的质疑和恼怒 他以为于渊河血魔族的 格雷克压根就是一伙的 存心要坑害他 如若不然 为何在展龙台内部世界 有一尊生机浓烈的大魔神 他和格雷克战斗过 他对血魔族的大魔神气息 非常的熟悉 安德烈身为血魔族历史上 第一代的十级大魔神 那颗跳动着的心脏 还有流淌在血管的鲜血 都有着显著的血魔气味 既然有心跳 就说明安德烈显然是活着的 另外一个血魔族的大魔神 三族金屋还感觉到 眼前的安德烈 似乎比格雷克还要古老 太虚应该是没和你说过 他要以新的方式重生过来 不然你不会困惑 于渊看出了他的惊讶 他本体真身落下时 先灿然一笑 再指向安德烈的眉心 你凑近一点 试着以你的灵魂 触及一下他的脑海 还有在他的心脏深处 涌动着的血能中 也不完全是血魔 光靠嘴去解释 是很难说服三族金屋的 所以于渊让他自己感悟 于渊也相信 这头顶尖的九级异兽 既然本就和太虚熟悉 他一定有办法辨别出 眼前的血魔族大魔神 就是他们所熟识的 那位太虚神王 金屋倒也干脆 他那金黄色的赤翼猛的一拍 点点金色火苗 释放着温和的气息 内含着他的受魂 落在面色红润的安德烈眉心 旋即一点微小火苗瞬间溢入 微小火苗 在太虚的灵魂是海深处 宁作一只美丽的金屋 他立即就看到了 有一具他熟悉的魂体 正静静地沉睡着 此魂体赫然是太虚 太虚躺在巨大的赤红金块上方 以一丝丝的魂念 将那赤红金块熔炼 化作他自身的一部分 金块之中 有密密麻麻的血色光纹 暗藏着天地苍生的生命奇妙 金屋顿时振奋了 他意识到 太虚神王之所以没有醒来 其实是在消化这具 大魔神魔区的秘密 要剥夺炼化魔区中血脉的金庙 一杀后 他又通过那赤红金块 看到在这具躯体心脏旁 有一座小小的祭坛 生命祭坛 金屋更加惊奇了 他觉得这具魔区体内的生命祭坛 虽然比格雷克的小一号 却更加的高级 祭坛内深藏着更多 也是更完整的 和众生鲜血相关的秘密 华帝一生 由三足金屋释放的金色火苗 在他合拢吃一时 又全部回到他的体内 他发出了几声提名 他确认了 眼前沉睡着的血魔族魔区 就是全新的太虚神王 没问题了吧 于渊笑问 他小鸡着米帝轻轻点头 既然如此 于渊形若忠辱实状的神奇阳神 从自身的气血小天地飘然而出 就在展龙台内部世界 在三足金屋的眼前呈现 金屋的金黄眼瞳 因他阳神的出现 互呆至了一煞 由一根根棱筋堆成 形如忠辱实状的于渊阳神 瞬间震撼了他 在他的眼中 于渊这个形态的阳神 是那么的美丽 那么的奇妙 似乎世间任何华丽的词枣 都不足以去形容 他深深地为之弥醉 似乎仅仅看着于渊的阳神 就是一种高级享受 一念起 于渊的阳神又化作晶体人形 如一块巨大的神经被切割雕琢 成了一具堪称完美的神之身躯 屈身内 每一条经脉 都变成了固态棱筋 血脉精炼如液态鲜血流动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容我看一看 你的心脏如何 于渊以阴神玄空 本体则退后了数步 只是用这个晶莹剔透 神光战战的奇异阳神 走到了三足金屋的面前 他看着三足金屋 缩小以后的金屋 瘦身的构造 瘦精的分布状态 藏斧的位置 受血所含的种种精药 小巧心脏内脏的诸多奇异 如化作了许许多多的流光 灌涌向他的阳神 他仅仅只是看着 就对这只三足金屋了解很深了 他还知道了金屋的血脉 和星空中的烈日息息相关 在远古时期 金屋曾有一个庞大的族群 他们栖息在太阳之上 如人族 去吸纳天地灵气那般 他们通过汲取太阳金火生存 和壮大自己 后来 英居受肆虐猪天 烈日渐渐碎裂暴灭 又过了一些年 众多智慧生灵的目光 也放在了各大星河的烈日 或开采火焰神石 或炼化为器物 导致太阳消失的更多 金屋这个依托烈日的族群 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他的同族变得越来越少 他渴望着 能够将血脉提升到时级 拥有核心和巅峰强者叫板的力量 想保护太阳不再暴灭 还想再次壮大族群 他感觉到了 他如果能够达到十级血脉 他还能点燃死去的太阳之焰 让那些冰冷的太阳再现生机 弱小的智慧生灵 和一些孕育生命的欲界 离不开太阳的光耀 他坚信 他的强大 他的血脉突破 是在造福众生 大量的流光 灿杂着金屋的暴富和理念 纷纷涌入到渔渊的阳神 对眼前的这只三足金屋 渔渊油然而生敬意 很是钦佩他的暴富理想 不要戒备 也不要和我抗衡 我再深入看看 渔渊神色轻松地 以阳神的一截指头 精准地点在金屋腹部的位置 以气血锁定了他的心脏 一束肉眼可见的血盲 针线斑 穿透到金屋心脏 金黄色的金屋之心 在他的体内 像是一颗燃烧着的小太阳 遍布着灰芒璀璨的金链 无助地以血能催生出太阳金火 那些太阳金火 散逸在他的血肉 赤翼 瘦骨 似乎在反复淬炼着躯体 小太阳般的心脏 每一次震动 都在向外攫取着力量 只要有太阳光芒 有游离的太阳火能 全部会被他的瘦心吸引 一旦融入他的心脏 就能转化金链为太阳金火 和他的血能结合后 化作他强固受趋的养分 变成他战斗的能量源泉 游游以他的阳神 持续感悟着 用心地琢磨 三足金屋一动不动 出于对太虚的信任 还有游游这具阳神的奇妙 任由他探寻自己的秘密 过了很久 游游收回指头 依然是以阳神 看着眼睛充满了 困惑的三足金屋 金屋的瘦心 也有血脉精炼 也有鲜活的生机 也在生生不息地 汲取着和他呼应的太阳之能 可不知为何 游游以他的阳神感悟 总觉着指三足金屋心脏中 缺少了点东西 像是一块精美的磁细 缺少了一小块 所以其实并不完整 可那缺少的一小块 究竟是什么 游游暂时看不透 也想不明白 他唯一能肯定的是 金屋这缺少的一小块 即便是再小 如果不能补全 不能真正地完整 任凭金屋如何努力 都突破不了十几血脉 所以 想要打破血脉的屏障 首先要填补缺少的部分 第1626张巨兽踪影 怎样 带到游游和三足金屋 从展龙台中出来 明顿昆第一时间询问 缺点东西 于渊也没遮掩 他刚在里头没说 也是想出来以后 让灰神恶和雷蒙兽都知道 我不清楚你们两个心脏中 是不是和他一样 他给我的感觉 仿佛某种大道残缺斑 心脏中缺少了遗物 具体是什么 因我还没有能突破瓶颈 我暂时也瞧不出 我能告诉你们的就是 在那样缺失的东西 没有被捕全钱 他 可能还有你们 应该都难以突破到十级 浩莽的那只妖凤 存活了不知多少年头 琢磨了无数岁月 似乎才在得到 泰坦吉隆的幼兽后 迎来了某种转机 以前的话 妖凤或许也只能在 浩莽的妖兽身上 做做文章 让妖兽得到蜕变 而浩莽的妖兽 由于吸食了 至高无上的 泰坦吉隆洒落的鲜血 所以妖兽和外界的异兽 其实是有些区别的 难道 还是要从 泰坦吉隆的身上找答案 于冤不由深思 唧唧 离开展龙台的金屋 再次停落在 赤裂的太阳光球 他冲着灰神恶 和雷蒙兽提名 他告诉另外两头异兽 他在展龙台内部 当真见到了太虚神王 还说 太虚神王正在炼化一具 血魔族大魔神的躯体 即将拥有血肉 以他们所没见过的方式再现 并且 他反复向灰神恶 雷蒙兽强调 于冤的阳神极为神秘 他和太虚神王一样 在去过展龙台以后 就相信他们将来的突破希望 绝对是在于冤的身上 两头异兽 听得一惊一乍 再看于冤时眼神都不同了 他们最好别见到妖凤 最好别出去 不然 明顿坤暗自赋匪 于冤目前只能看到异兽的缺陷 知道他们的心脏深处 有某种东西不存在 所以 他们才会被困在九级巅峰 永远越不过那道天欠 于冤之道是知道 可现在解决不了 而浩莽的妖凤 不仅知道缺陷具体是什么 还找到了解决之道 要是给这三头异兽 接触到了妖凤 等妖凤拿出实质性的解决方案 将他们推送到十级的层次 那会是怎样 或者说 他们从辉玉离开了 听到和他们一样的九级异兽 因妖凤达到十级呢 他们又会做何感想 此念一起 明顿坤就感到了时间的紧迫 于冤真想截胡成功 真的想将三头顶尖异兽 拉到神魂宗的阵营 就必须尽快 必须 在这三头异兽 知道妖凤有解决方案前 让他们进行蜕变 托得太迟 让他们失去了耐心 他们终将成为妖凤的麾下 明顿坤对于冤使了一个眼色 悄然传讯给他 让于冤尽量把这三头异兽 带在身边 不给他们见到妖凤的机会 带到于冤点头 他又问道 灰玉深处 可是发生了什么巨变 他这次是望着异兽问 三头顶尖异兽 面对他的询问 一会儿摇头 一会儿点头 他们似乎说不清楚 好像感觉到了灰玉里头 有了惊人的变化 可他们又无法肯定 他们在面对明顿坤的时候 表现得有些不冷不热 还暗暗戒备 反倒是对于冤 此刻显得颇为热络 想要主动清静 你们和我结伴吧 我们去灰玉深处看看 我也想一想 看看有没有可能 解决你们的血脉桎 于冤提议 三头异兽连连点头 之后一阵子 一人 四个异类结伴同行 朝着灰玉再次深入 途中 雷蒙兽和灰神恶 缩小了兽区以后 也相继飞入展龙台 也都见到了沉睡中的太虚神王 同样的 于冤也如探查三族金屋般 看过了他们的兽星 感觉上是一致的 雷蒙兽和灰神恶 让于冤觉得也缺少了什么东西 他们缺少的 和三族金屋的大同小异 冥冥中 似乎存在着一股力量 对天外的异兽进行限制 让他们无法突破终极 于冤不自禁地联想到了展龙台 龙族败北 鬼屋宗和地魔沉落以后 神魂宗打造出了展龙台 展龙台 被放置在浩莽的陨跃禁地 压制着和龙族 鬼屋宗地魔的大道 使得龙族不能突破到龙神 也让鬼屋宗和地魔一脉的强者 永远不能晋升至高 难道 周天的异兽 也被类似的东西压制 是至高无上的泰坦吉隆吗 很多想法猜测分至他来 在于冤的脑海纠结着堆积着 一团乱麻 突然 一颗极其璀璨的星辰 在远方灰色烟雾中出现 灰玉虽然是星空禁玉 但本质上也是一方星河 然而于冤深入灰玉至今 看到的就只是碎裂的陨石 和较大的陆地 这是他 首次看到真正的星辰 还是如此的明亮 咚咚咚 斩龙台深处 泰坦吉隆右手的心跳声 突然变得猛烈 明顿坤脸色深沉 以枯瘦的人族形态 用力吸了一口气 道 有我的同类 在哪颗星辰之上 他的同类 自然是星空巨兽 掌握着斩龙台的鱼烟 远望着那颗星辰 反而感觉被混沌迷雾笼罩着 没能看到什么奇妙 就在他打算动用羊神力量 从血肉能量方面下手时 明顿坤右道 还是成年的 让我感到陌生的同类 成年的 于渊瞬间认真起来 保持着谨慎 难怪 斩龙台中的那头右手 会被突然惊动 因他和明顿坤熟势 且接触过多次 泰坦吉隆的右手 知道两者关系特殊 所以每次在明顿坤过来后 他还是相当安分 另外一头陌生的巨兽出现 竟然还不是明顿坤 不是不死鸟 让他似乎兴奋了 身为那头至高无上霸主的后裔 骨子里就流淌着爆裂血统的他 正处于壮大自身的阶段 忽然碰到一头成年巨兽 他生出了试杀渴望 前方 灰玉的较深处 好像曾经是泰坦吉隆的猎杀区 在他陨落以后 随着智慧生灵的崛起 贝尔坦斯召集各族巅峰 去围剿星空巨兽族群 才使得 很多巨兽的后裔 流窜到了灰玉的深处 应该有幼兽 经过数万年时间的积累 成功地长大了 明顿坤舔了舔嘴角 等感受到同类的气息以后 他对灰神恶 雷蒙兽 三族金屋就没太大兴趣了 对他而言 这三头异兽再强 没进阶到十几以前 都是第一级的生灵 如果是他的同类 一头和他一样成长出来的巨兽 被他给轰杀 被他给吞吃了 将会最大程度地提升他 他不仅能痊愈伤势 还能通过消化对方 斩活对方的血脉 获得一轮蜕变 在血腥的巨兽时代 巨兽的强大和突破 都是通过这种原始的杀戮 通过另外一头巨兽的死亡 华 一块让他眼睛刺痛的明亮祭台 从那颗星辰上飞起 着急离去 在祭台上 有几道身影让于渊感觉熟悉 可因距离太远 加上辉玉的特殊性 他没能第一时间分辨出是谁 利奥 是星族的天之骄子 是利奥的那座生命祭坛 于渊惊恶道 展龙台在 他虽然也看不清祭台上的人 可这座奇异的生命祭坛 他是认得的 看到那座生命祭坛以后 他就知道星族的利奥 应该在驾驭着那座生命祭坛 试图从那颗璀璨星辰离开 吃拉 吃吃 一道接着一道的金光 粗如千丈的瀑布 麻省扭带般 缠绕着凌空的生命祭坛 将那座生命祭坛 还有上面的人 一下子拉了回去 千丈长的金光 在渊鸳神的感知下 充满了血肉的生机 似乎是巨兽的触须 第1627章被困的星族小队 触须从星辰内部飞出 缠住了那座星辰祭坛后 将其狠狠地拉扯回来 粗阔的金光触须中 混杂着浓郁的星空异能 还有不少异族战士的尸骸 远看如鲜艳的斑点 拉进去看 就是一具具尸体了 触须一冒出 血肉生机一流露 与渊鸳神的感应能力 瞬间攀升了一大截 原本模糊浑浊的画面 也顿时变得清晰 让他能看到大概 他马上就知道 想要通过斩龙台 将感知最大化 要么 他的灵魂能锁定那方星辰 能通过棒驳的灵魂磁场 进行定位 要么 他的阳神可以感知到 丰沛的生机 以血肉和生命的气息 将想要看到的东西 先摸索到 在没有巨兽的储蓄 伸出来前 他没能嗅到 星空巨兽该有的 狂暴血能 所以远远看去 什么都会觉得模糊 我分不清 到底是巨兽吞噬了星辰 还是巨兽在星辰里面 于渊在金河时 就看到被扯落的生命祭坛 不仅有利奥 还有贝鲁 杰拉特 加三位陌生的星族族人 都是九级的血脉 星族 排出了一批九级的强者 围绕着利奥 似乎想要图谋这颗璀璨星辰 于渊猜测 他们是想要炼化此星辰 让其成为利奥未来的强力战斗支柱 可他们似乎没有想到 星辰里藏着一头巨兽 他们还惊动了那头沉睡中的巨兽 等感到不妙时 他们果断地撤离了 要放弃对这颗星辰的炼化 拼命要逃脱 而巨兽 不仅已经完全醒了过来 还被他们的举动激怒了 彭 利奥生而聚之的星辰祭坛 狠狠坠地时 暴碎成了千万块碎金 每一块碎金 一落地 又飞升到了半空 从于渊等人的角度去看 就像是一片萎缩的星河 在那星辰之上形成了 每一块碎金 都像是一颗真正的星辰 以让人目眩神迷地轨迹飞逝 将某个星河的群星轨迹 以这种阵列的方式演化 神秘的星辉 由利奥的星辰祭坛释放 照耀着巨兽藏身的璀璨星辰 星光所致 那颗已被巨兽之血胶筑炼化的星辰 僵硬的大地松动 裂开了许多缝隙 有纯粹的星光喷勃出来 哗啦 星光之中 似乎还有巨兽的鲜血 他抽离星光时 连带着 将巨兽的鲜血也拉扯出来 算是已经伤害到了巨兽 而他 目前还只是九级的血脉 还没有如巴罗般达到十级 有着群星之子美玉的利奥 当真是万界星辰的宠儿 他以他的血脉力量 强行切割巨兽和星辰的连接 让巨兽染血虚空 而这时 于云看到在灿然星光下 贝鲁 杰拉特 还有三个九级的星族族人 各自取出法器 激发血脉精妙 然后 他们一个接着一个 化作星辰玄于半空 这一刻 他们如成了利奥御动的星辰 成了利奥那片星辰海的组成部分 他们甘愿被利奥所用 对利奥充满了信任 坚信只有听命于利奥 以群星阵列 才能抗衡下面的神秘巨兽 呜呜呜呜 雷蒙兽嘀嘲笑 兽目中露出雀意 似乎不愿靠近那块璀璨的星辰 他对藏在里面的陌生巨兽 也充满了恐惧 灰神恶的兽目 没有神秘天坑出现 满是肃然 三族金屋莫不作声 金色的爪子紧紧扣住燃烧着的烈日金球 也在轻声提名 询问着于云的态度 看金屋的架势 只要情况不对 他要抓着烈日光球飞走 你怎么说 于云扭头 看向月月日式的明顿坤 利奥那些家伙 不是你的朋友吗 明顿坤咧开嘴 残暴争鸣的一面 赤裸裸地暴露 那头让我觉得陌生的同类 不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产物 他呢 应该是从右兽的形态 再挥玉一步步地突破成长 才变成现在这样的 明顿坤看了一眼灰神恶 雷蒙兽和三族金屋 冷笑道 你们倒是很适相 这三头九级异兽 曾经因太虚神王的帮助 猎杀了一头右兽 并分而食之 从而让他们比别的异兽强了一截 可是 即使是星空巨兽的右兽 他们也需要太虚神王的帮助 一头长大的 成年的星空巨兽 根本不是他们三个能对抗的 所以 等他们知道在那星辰里面 藏着的是成年巨兽 他们立即露出了巨异 只想躲得远远的 走喽 让我们见识见识 一头成年的星空巨兽 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力量 于渊一马当先 真正的星空巨兽 他接触过明顿坤 还有不死鸟女皇 这两个都比较特殊 一个永远重伤未遇 从没有真正恢复过来 另外一个 在涅槃重生以后 虽然也持续地壮大 可似乎同样没抵达巅峰 所以 于渊也很想知道 一头成年的星空巨兽 和天外的那些十级强者 和浩莽的妖神相比 到底哪个更厉害点 藏在星辰中的巨兽 居然还懂得收敛自身的血能 没有将触手释放出来前 于渊的羊神都没感应到 他的羊神感觉不出 利奥 还有被掳那些人 在星辰之上就更加不清楚了 就像赤魔宗的张金伯般 以顿数转移到一座火焰汹涌的山川 以此恢复了伤势 突破到自在境中期 然后 张金伯撬开山川的内部 居然撬出了血水 利奥等人 应该在熔炼这颗星辰 要将其练话剧为己有时 触碰到了那头巨兽 想到这儿 鱼渊嘴角不要浮露出笑容 他能想象利奥贝鲁等人 惊奇地发现 他们正在星空巨兽的头上动吐时 那种惊骇的表情 展龙台 鱼渊 千百里开外 群星之子利奥大声疾呼 对贝鲁 对杰拉特嚷嚷道 我看到了展龙台 是鱼渊向我们飞来了 咦 还有 还有明顿昆 又是一头巨兽 利奥以身影般的语调 说出明顿昆的名字时 突然就看到脚下的明亮星辰 静猛的一阵 藏在里面的巨兽 没有听过鱼渊 却听过明顿昆 通龙 璀璨的星辰 末地传来地动山摇的震动 星辰中的巨兽 像是活动起了兽区 全集 大家就看到一颗明亮的星辰 从静止的状态 忽然开始了飞逝 星辰中的巨兽 应听到了明顿昆的名字 应知道明顿昆在接近 竟然没有选择先杀利奥等人 而是在第一时间远离明顿昆 没想到在各大异族巅峰战士眼中 在好莽人族和妖族眼中 并不太出众的你 在巨兽中敬婆有几分威名啊 欲动着展龙台 迅速接近中的于渊 已知发生了什么奇妙事 藏着的巨兽 经文明顿昆也在靠拢 表现得如此胆怯 都让于渊有点怀疑了 他怀疑 明顿昆在远古时代 恐怕也是一个棘手的家伙 要不然的话 这头在灰日长长起来的巨兽 为什么一听到明顿昆的名字 立即选择撤离 新生的巨兽 一定是从他们的先祖那里 知道明顿昆的厉害 没有得到奇遇前 我在巨兽当中算是崛起的星秀 好比坠落浩莽的油钱一样 只可惜 奇遇没有给我带来值得突破 还让我惹火上身了 明顿昆眼神黯然 每每想到这段伤心事 他对圆血都充满了怒气 要是给就给点好的 给我没有的东西 让我被人满世界地追杀 那还不如不给 于渊愕然 油钱 油钱没被镇压在殉跃境地前 连贝尔坦斯都极为弃重 被视为一定能成为大魔神者 明顿昆在远古时的巨兽群体 要是相当于油钱的存在 还真算是一号厉害的人物了 于渊回头看向明顿昆时 神色略显凝重 让自己当心一点 第1628章心灵圣兽 那颗夺目的星辰 在巨兽之力催动下 牵动着一片星海 还裹着利奥贝卢等人 星辰一逃离 于渊和明顿昆率先发力 如电斑飞窜出 灰神恶 雷蒙兽和三族金乌 知道他们追逐的 竟然是一头成年的星空巨兽 顿时就有点胆怯 所以他们只是远远跟着 不敢太靠近 呼 眼看着 那颗璀璨星辰离他们越来越近 星辰却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凭空消失 踏着展龙台的渊渊 树地停下 惊讶到 巨兽呢 明顿昆成音几秒 冷静地说 他和那颗星都不会突然消失 定是有别的情况 没有空间之力激发 展龙台就在脚下 渊渊可以肯定在那星辰逃离的区域 并没爆出任何空间力量 所以那颗消失的星辰 还有利奥一行人 绝不是通过空间进行顺移 这就说明 那颗先前明耀的星辰 是以他们不清楚的方式藏了起来 其实 星辰应该还在他们前方附近谋处 滑 滑滑 忽然间 渊渊仿佛听到了大海的浪涛声 他愣了一下 忽然看到一颗湛蓝色的星辰 毫无预兆地浮现出来 那是浩蟒 曾在戒壁之外 眼神迷醉地凝望过浩蟒的渊渊 一眼就认出了 漠然冒出的湛蓝色星辰 就是他的故土 不可能 渊渊下意识地就摇头了 怎么都不会相信 远在星河另一端的浩蟒 能够被那头星空巨兽撬动着 拉扯到灰域 诸天万界 没任何生灵有如此惊天伟丽 能将浩蟒横空挪一亿万万里 大魔神贝尔坦斯也没这样的能力 赤幻境 明顿坤冷笑 看到那颗令他蒙受屈辱的湛蓝星辰 听到海水的流动声 他突然想起了什么 于渊 我大概知道 藏在那颗璀璨星辰里的家伙 是什么来头的同类了 什么 于渊问道 他叫什么 我们待会再说 你只需要注意一点 他能轻易地制造出幻境 你要保持心灵沉静 不被他给迷惑 明顿坤的嘴角 勾起了残忍的宁笑 难怪 一听到我的名头 跑得比兔子都要快 应该是你的先祖 和你说过我的名头 所以 你在知道遇到的是我后 觉得很倒霉是吧 讲话时 刚刚还是人族枯瘦唬老嫂的明顿坤 化作了一尾扁平状的青涩小鱼 没再让鱼渊先行 这一尾青涩的小鱼 摆了摆鱼尾 不知波动了什么波澜 竟直接出现于那颗湛蓝色的星辰 出现在了凭空浮现的浩蟒 于渊定睛一看 还惊奇地看到 青涩小鱼形态的明顿坤 就在浩蟒的新晋海域 滑 滑滑滑 一根根妖族图腾柱从深海冲出 请客奸宁座天都谷腰阵 释放出镇压巨兽血脉的力量 将那一尾明顿坤化作的青涩小鱼围着 扑通一声 明顿坤化作的小鱼围着 它能抽取你的记忆 将你记忆内的画面呈现出来 你自己当心一下 记得 你生命中每一个耻辱无力的时刻 它能够找出来 刻意地改变结局 比原本艰难战胜的对手 在幻境内或许会更强 被打入新晋海域的明顿坤 还飘出了声音 告诉于渊纳头巨兽的能力 明顿坤最耻辱的时刻之一 就是他被腰凤以天都谷腰阵 压在新晋海域多年也逃离不出 记忆 于渊神色茫然 一个恍惚后 他发现他突然置身于地火山脉 看到了师兄中赤臣 随后 他知道他在一枚流光溢彩的硕大丹丸内 丹丸中雷电交织 神光溢溢 内有九条火焰丝线穿梭 轮回丹 这次 你活不了的 师兄中赤臣脸色冷漠 用一种他必死无疑的目光看着他 轮回丹 不能将你送往轮回之路 他只会断绝你魂魄再现的希望 呼呼 流光溢彩的丹丸 燃烧出汹涌的地心之眼 那股极致的烈焰 让他的灵魂痛不欲生 似乎要将他的魂魄烧成灰烬 他能窃取的 似乎只是我红旗 还有鱼渊的记忆 呵 这显然是不太够的 丹丸中的鱼渊哑然失笑 他竟然还能听到斩龙台内 泰坦吉龙的心跳 他的阴神 此刻也还是在斩龙台内部 还是在太虚身旁 也可能 他没有如明顿昆斑 杀入到那头神秘星空巨兽的领域 所以受到的影响较小 未被幻境弄乱了脑海 斩龙台中图现七彩神光 将处在一片浓稠灰雾的鱼渊果柱 隔绝了那头前引起来的巨兽 以血脉天赋进行的记忆扫尸 啪的一声 第一个幻境破灭了 第二个幻境 就要形成的时候 鱼渊听到了明顿昆的宁笑声 宁笑声一起 远方的一根根妖族图腾柱 突然暴灭开来 虚幻的心进海域深处 有一个庞然大雾 形如其大无比的隔离 显露冰山一角 大隔离的贝壳上 如有众多星辰闪耀 将它衬托得非常美丽 灵笑中的明顿昆 献出了青色巨鱼的原始巨兽形态 直接扑向那个美丽的 贝壳上刻印诸多繁星的大隔离 贝类巨兽 因第二个幻境没能形成 于约能看到前方的号码 开始飞快地土崩瓦解 借壁撕裂开来 化作许多物团和碎盲 遍布海域的位置 也全被海物覆盖 什么都瞧不见了 它曾在青鸾帝国 遇到过的暗境尘物 似乎被那大隔离般的巨兽释放出来 将原本璀璨的星辰团团笼罩住 再没有一丝光亮外溢 浩蟒解体了 原来的星辰也没能显现 因为被暗境尘物淹没了 星辰还是处于逃离消影的状态 藏在暗处的巨兽 只是以它擅长的幻境之术 迷惑了一下鱼渊 这头巨兽 主要精力放在了明顿昆的身上 似乎并没有想要和鱼渊厮杀的打算 呜呜呜 在鱼渊发呆时 雷蒙兽靠了过来 望着被暗境尘物遮蔽了的星辰 它滴滴叫了两声 大意就是 明顿昆似乎能克制这个星空巨兽 让鱼渊不用太担心 不用它提醒 在鱼渊看到那个星空巨兽 像是一个巨大的隔离 擅长的天赋和血脉 是制造重重的幻境时 它也觉得明顿昆能赢 贝类形态的巨兽 似乎扎根于深海 遇到水之领域的霸主 应该会毕竟吃亏吧 鱼渊暗暗响 轰 哗啦 哗啦 一片明亮星海 在暗境尘物中要出 让鱼渊以展龙台看到了内中场景 利奥 贝鲁 还有杰拉特等星族强者 此刻居然在围攻林顿昆 星族的这些战士 因那头巨兽将血脉天赋尽情释放 如被瞬间拉入到幻境 已经不知他们原来的敌人是谁了 利奥等人 各自处于不同的幻境 在他们来看 他们正在面对生命中最可怕的对手 他们不敢保留力量 甚至是在透支血能 杰拉特 还有那三个星族战士 全部将金血激发了 利奥身上的披风 又化作一片星辰海 他的那座生命祭坛从逃生的戾气 变成了攻击神兵 化作一座灰弘的星辰宫殿 开始撞击明顿昆 星族的族人 在明顿昆落下后 将他当作了苦大仇深的敌人 明顿昆没被换进影响 可他们几个全部中招了 再然后 等于渊发现雷蒙兽不在吭声时 他转身一望 就见雷蒙兽 灰神恶和三族金屋 也撞入疯狂地 扑向了暗境尘物中的星辰 在他们的眼中 明顿昆似乎成了格雷克 杀了他们同伴 又要杀他们的格雷克 星灵善兽 第1629章桃典立席 星灵善兽 明顿昆的怪叫声 从暗境尘物深处响起 道出了这头奇异巨兽的名字 听到星灵善兽四个字时 于渊突然生出了一种熟悉的感觉 他似乎在什么地方 听人梳洗过这头巨兽 可是 当他真的费心去想时 却发现又毫无头绪 应该是 见过 有印象 于渊暗暗嘀咕 眺望着备暗境尘物遮蔽之地 犹豫要不要立即闯入 停下 他突然高喝 因为灰神恶 雷蒙兽和三族金屋 已经奋不顾身地 冲入到了暗境尘物的深处 仿佛里面有他们的死敌 必须要马上灭杀 而明顿昆的怒笑声 因这三头异兽的加入 变得愈发刺耳了 此刻 于渊在如何动用羊神之力 即使将斩龙台的探知能力发挥到极致 依然不能看透在暗境尘物的深处 究竟发生着什么 他感到奇怪的是 大隔离形态的心灵善兽 对他只进行了一轮幻境的试探 第一轮幻境泡灭 一看没能奏效 心灵慎兽就当机力断地转移了目标 将目标锁定在灰神恶 雷蒙兽和三族金屋的身上 也让三头异兽顷客沦陷 变成帮助他对付明顿昆的战力之一 不入其中 似乎难以窥探其玄奥 他知道以那三头异兽的力量 即使加上利奥等人 也没可能短时间轰杀明顿昆 所以他倒是并不急躁 于是 他踏着展龙台 不慌不忙地靠近暗境尘物 浓郁的暗境尘物成了一片灰茫茫的神秘地带 朝着各式星空异能吞没的时候 这片抑郁还处于飞速移动的状态 却因为明顿昆已经到了 因为心灵善兽要另外花费心思对付他 不能专注在逃离上 使得那暗境尘物的飞逝速度不算快 于渊没多久就追了上来 破 脚下的展龙台 以金色锋芒的异端 破开暗境尘物后面的无形戒壁 带着于渊瞬间闯入其中 在挥舞朦胧的天穷下 于渊踏着展龙台现身 他低头一看 广袤的深海中 现出巨兽形态的明顿昆 以他鱼鳞和鲜血化作的密集营亮鱼群 正在搜寻那头神秘的心灵善兽 萤光灿灿的鱼群 在仿造新近海域的海水中 时而聚勇 时而分散 明顿昆则是以类似人的形态 站在一座岛屿上方 他看着漫天的碎星 如往一般笼罩过来 冷声道 一群没用的废物 此刻的明顿昆 高千丈 通体灵甲如寒铁 他有着人族枯瘦骚的面容 而后颈到背脊处 却有棱刺般的鱼鳍 他也有手有脚 只是手脚显得锋利 看着如外遇星河中快 绝肌的鱼人族族人 呼 在深海中 一片巨大的贝壳 仿佛是心灵善兽 曾经脱落的 受到明顿昆的血脉力量吸引 被海水推动了出来 滇眼锋利的贝壳 瞬间成了明顿昆的利刃 他抬手一指 比他脚下的岛屿 都要庞大的贝壳 化作丰锐的轮盘 绽放出刺目的光辉 旋转着飞向受幻境影响的 星族族人 利奥 贝鲁和杰拉特之外 另外三个九级的星族战士 顿时血肉飞溅 星族战士的鲜血 如星辰颗粒斑鸣耀 一滴滴洒落下来 聚落海水 本在搜寻心灵慎兽的 那些营亮鱼群 马上开始疯抢吞食 于人族形态的明顿昆 则是舔了舔嘴角 咧嘴怪笑 他像是在大餐前 吃了一些小点心 食欲刚刚被激发出来 另外三个补药 于冤高和一生 那飞旋中的贝壳 已将陌生的三个星族战士 切割成了碎尸 九级星族战士的尸体 从半空中抛落到深海 被鱼群疯狂撕咬 海中的鱼群 是以明顿昆的鲜血和鱼鳞形成的 还不是他的巨兽惊破 可即便如此 那些鱼群吞食了生机浓郁的血肉 也能反补他的本体 让他能更快地恢复 让他能拥有更多的力量 不死点人 他们没那么容易醒来 在直面死亡时 很多人能破掉迷障 能重现清明 大开杀戒的明顿昆 此刻咧嘴怪笑 心灵慎受在之前的时候 都没有动用血脉天赋 只是以寄生在他体内的海藻 缠绕着那座星辰祭坛 嘿 我猜利奥这些家伙 将他的心灵神石 误以为是星辰神经了 心灵神石 于冤恶然 在心灵慎兽的贝壳里 形成出来的一种神石 神石放在星辰里面温养 会有诸多的奇妙 明顿昆随口解释了一句 滑滑滑 远方另一片深海 灰神恶雷蒙兽和三足金乌 被巨量的海水压着 在深海内扑腾着 竟然摆脱不了大海的风景 明显被心灵善受影响 将明顿昆是做格雷克的他们 居然连靠近明顿昆都不能 咚咚咚 三颗星族族人鲜活的心脏 在尸身飞离以后 竟暴露在空中 心脏的表层 有一滴滴晶莹剔透的水珠 锁着了心脏中的生肌 将最浓郁的血肉精能裹着 明顿昆张口一吞 三颗心脏如心而落 直接滑落他的食道 他此刻的体型 也颇为的庞大 他吞下那三颗心脏石 就像是吞下三颗小石子 醒来 吞了新族三位九级战士后 他瞪着利奥 贝鲁和杰拉特 突然一声爆喝 三位在新族地位非凡的强者 眼瞳中的迷茫 似乎被一下子扫清了 于渊 以上次要苍老一些的贝鲁 惊醒过来后 先大叫了一声 旋即感受到同伴的心脏 正被明顿昆咀嚼消化 明顿昆的嘴角 还有星光剑射 星光便是雪光 明顿昆 贝鲁立即知道发生了什么 马上愤怒地尖叫 群星之子利奥 和一幻心域的统治者杰拉特 同样目视着明顿昆 要怪 只能怪他们心智不够坚韧 明顿昆不在乎 他随意抹了一把嘴角的血迹 残忍地怪笑 他此刻的大手 如鱼的棱刺般尖锐 要不是于冤吆喝了一声 不只是他们三个 就连你们 我也一并吞杀了 星族 呵呵 你们以前的族长 还有巴罗 都对我下过手 我杀你们星族一些人 是你们几个九级战士 全当是讨要点利息了 他血肉能延受的秘密 被人所知以后 各族的巅峰战士 为了能活得更久一点 都曾向方设法地去围剿他 星族前面的族长 也是参与者之一 巴罗 在他从非迎星域逃离时 还配合卡朵拉斯 对他施加过压力 他上次的重伤 巴罗也是有份的 所以 他在面对星族的族人时 压根不会客气 如果不是给予约面子 什么群星之子 什么九星贤者 还有一方星域的大将军 都要瞬间死于非命 星灵善兽 别躲躲藏葬的了 我既然来了 你不应该大大方方地 和我见一见吗 明顿昆阳升高赫 利奥贝鲁和杰拉特已醒 灰神恶雷蒙兽和三族金乌 被他的海之力拘禁着 他不觉得这头异兽 还能再拉扯什么强者过来 被置换以后 成为他的对手 和你没什么好谈的 一个听着像男人 又像是女人的奇异声音 在这个世界的许多区域响起 与渊表情一致 这声音在他听来 不是像男人 又像是女人 而是处于变幻的状态 前一个声音是雄性 下一个声音 就变成了雌性 它也是雌雄同体 有雌性和雄性双特征 且能随意变幻 因为 我感觉到了心灵神识的存在 我就当是被他刚孕育出的 所以姑且称呼为他 明顿坤向于渊解释 于渊一脸一样 第1630章 心灵之海 雌雄同体 心灵神识 心灵圣兽 这一个个词语蹦出来 于渊欲发觉的首席 似乎不止一次地听过 和他遇到灰神恶 雷蒙兽 还有三族金屋时的陌生感不同 这头神秘的星空巨兽 他 或许是真的认识 根据太史的说法 和他自己进入灰狱时的感受来看 他猜到第一世的那个他 是到过灰狱的 灰神恶 雷蒙兽和三族金屋 因为是异兽 所以寿命是有限的 兴许接触不到第一世的那个他 而星空巨兽 却拥有着无限的生命 只要不是非自然死亡 就能永远存活 脸色异样的鱼鸢 目入深思 却没有着急表态 另一边 九星贤者贝鲁 和杰拉特一道儿 站在利奥的星辰祭坛 年龄较大的贝鲁 杰拉特 抓住利奥的胳膊 冲着他不断摇头 正在劝他冷静 大贤者因明顿昆的那番话 迅速地冷静下来 意识到明顿昆对他们心足 其实是怀恨在心 是想要将他们全部除掉的 如果 他们还要挑衅的话 那么等待他们的 就是全灭 年轻气盛的利奥 因三位同族战士的死亡 眼中仿佛有怒焰燃烧 他想再次爆出血脉力量 不计后果地 对明顿昆下手 三个死去的星族战士 很早以前就追随他了 将他视为未来的领袖 他们不仅死了 死得还颇为凄惨 被残暴的明顿昆分尸以后 又以羽群啃视 还吞下了他们的三颗心脏 利奥快被仇恨冲昏头了 我们 不是他的对手 被鲁山深叹了一口气 以畏惧的眼神 望着变成于人形态的明顿昆 他也感到悲伤 可更多的却是担心 他害怕利奥的胡来 会当真惹怒明顿昆 于渊 被鲁哀求地轻呼 滑 踏着展龙台的于渊 飘逝到他和利奥身旁 无奈地说道 明顿昆这种凶物 不是我的麾下和护从 我很难制约他的 我呢 只是因为一些原因 和他合力在挥玉探索 见到了明顿昆 在此方意境展现的力量 于渊很清楚明顿昆一直在隐藏战力 他和明顿昆 当真爆发了战斗 恐怕还真胜负难料 在这种情况下 明顿昆愿意给他一个薄面 没有把利奥被掳 杰拉特全杀了 他该满足了 毕竟 星族以前的族长 包括这一代的巴罗 对明顿昆也谈不上友善 我明白的 你能有自保之力 你能够在他旁边活下来 我知道也很不容易了 贝鲁脸上都是颓丧和武力 我的意思是 我们要并肩作战 要尽可能都活着离开 我们真是够倒霉的 没想到 他说出他们的遭遇 如鱼冤所料 他们以为心灵善寿在的星辰 藏着巨大的秘密 想要将这一颗星辰熔炼以后 成为利奥星辰祭坛的一部分 然后 就惊动了心灵善寿 由于明顿昆也来了 贝鲁就更悲观了 一边嘴上和于渊讲话 他一边私下传讯 于渊 算我求你了 如果有可能的话 请待利奥活着离开灰狱 我知道你完全掌控了展龙台 此物有时空之力存留 我请求你帮他活下来 至于我 我活得够久了 也太老了 我愿意为了利奥牺牲自己 还有杰拉特 我明白你和丹尼斯那丫头 关系不错 可为了利奥 他应该也是愿意牺牲的 贝鲁的意思很明确 只要利奥能活下来 他和杰拉特两人 是可以死在这里的 如果有这种必要的话 展龙台的空间之力 在灰狱都动用不了 此地更加不行 于渊泼了一盆冷水下来 浇灭了贝鲁的幻想和失望 见贝鲁一脸惨然 又说道 放心吧 接下来 我不会让你们三个再死人 此话一出 贝鲁和杰拉特两人 都目显异色 于渊后面的话语充满了信心 仿佛保证他们三个的存活 不是太大的难题 可这小子 大将军杰拉特身形为阵 心到你即将面对的 是一头没有在外界显露过的神秘巨兽 而你的旁边还有明顿坤 你哪里来的底气 怎么敢保证我们的安全 自在近了 可也是不够啊 瞧出他的境界 已达自在近的杰拉特 仅有片刻的惊讶 又迅速地恢复平静 人族的突破速度之快 他早就见怪不怪了 所以没特别大的感受 你想要什么 就在这时 心灵善受一悔而辞性 一悔而雄性的奇妙声音 又从四面八方传来 远方 和浩莽一样的山河大地 突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河谷沉落 江海被填 一望无尽的海水 迅速覆盖了甘悬大陆的江域 将帝国冲击得如溃散的沙丘 他和明顿坤记忆中的 浩莽的江域画面 如被神明推倒了重建 一座座另类的灰红宫殿 在尚存的大地瞬间形成 这些造型奇特的宫殿 一看就是出自新族 新族等人的记忆 被心灵善受弄了出来 在现有的基础上 江浩莽朝着新族的某个世界 做出改变 我想要什么 化作于人族模样的明顿坤 在那落脚的岛屿 低头看着深海 深海内 他鲜血和鱼鳞化作的鱼群 已将三个九级的新族 战士吃干净了 此刻又成群结对地 去寻找心灵善寿的藏身地 我也没一下子想明白 你呢 既然扎根在深海 我感觉你应该很需要我才对 他始终低着头 始终看着眼前的海 你在灰域成长 还待了很多年 你也有你的水域 你有没有办法让我恢复 你知道的 我是受了伤的 我现在的状态不太好 他还在找寻心灵善寿 理错了 我扎根的海 和你所想的并不一样 我从先祖的口中 听过你的事迹 知道你很久以前 就想要猎杀他 想得到和心灵相关的奥义 他死了 而我从幼小时期 度过了最难的阶段 我 已在灰域得到了进化 我就让你看看 我现在扎根的海 到底是什么样 心灵善寿悠悠然地说道 轰 所有落入这颗星辰 被暗尽沉雾淹没的生灵 只要是有灵魂的 如在一瞬间 被拉扯到另外一方神秘世界 在云渊的手中 不再有斩龙台 他成了虚幻的灵体 他旁边的贝鲁 利奥和杰拉特 也没精快般的星辰祭坛 变得和他一样 也成了星光朦胧的灵体 他们下方的深海 灰神恶三族金屋和雷蒙兽 只是虚幻异式 而没实体瘦身 化作于人族形态的明顿坤 同样也是灵体 他变成一尾巨大的青鱼 眼瞳不再是一赤红一银白 而是青涩 哗啦 哗啦 雨渊听到了水波涌动的声音 感觉仿佛从远方 正有一股力量推动着水流 向他们这个世界推动 片刻后 早就不知所踪的格雷克 化作一片赤红血色 硬是被某种力量推动了进来 又像是格雷克自己 被什么东西吸引了 放出了一部分魔魂探索 一进来 格雷克急忙凝练自身 成了一簇深红魔魂 还有早就消失的黎会长 以一团闪烁晶莹铜铁光芒的意识形态 也忽然现身 再往后 更多的强大生灵 本该在灰域的别处 在千万里之外 仿佛做梦一般 也被心灵善兽引导着 拉动着 纷纷以灵体或意识体的形态现身 我真正扎根的是这片心灵之海 心灵善兽的声音 在这个他缔造出来的世界响起 这个他称呼为心灵之海的天地 将附近众生的心灵思绪连接了起来 不论他们的本体真身在何处 他们的魂灵形体 意识 思维 都被带了过来 带到了这片心灵之海 第1631章熟悉的气息 于冤精神图有片刻恍惚 他那虚幻的灵体 一瞬间化作了本该在展龙台的阴神 他觉得自己仿佛得到了赦免 被心灵善兽魄力放行了 英神和他的本体真身 和阳神 和展龙台暂时断了感应 他以英神眺望远方 看到离他很近的魂灵 意识体 都和他同样茫然 似乎也是没有能反应过来 就突然到了这里 离会长和格雷克 和他相隔的距离非常之遥远 这两个无比危险的家伙 好像并不能看到他 感应不出他的存在气息 利奥 贝鲁 还有大将军杰拉特 成了蒙朦胧胧的魂灵 这三个同族战士 彼此间正在靠拢 再往后 于冤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强者魂灵 或是他们一部分的意识 被心灵慎兽弄到这片心灵之海 明顿昆变得不吭声了 轻于形态的他 似在琢磨这个世界的奥妙 于冤在暗暗感应 他注意着那些异族 还有灰神恶 雷蒙兽 三族金屋的意识灵体 很快就知道被心灵慎兽 带到这片心灵之海者 可能不是灵魂的全部 他 仅仅只是一道阴神 阳神和主魂未能过来 而大魔神格雷克 也只是魔魂的一部分 在感觉上就不完整 也没那么的强 李会长 连一部分魂魄都不是 仅仅是一团异世 其余和他相隔极远的 异族和异兽 也都不完全 那些家伙好像是 觉察到什么隐秘缺口 有的以一股意识体感应 有的则是分出部分灵魂 那些人 以什么进入心灵之海探索 在这片海就显现出什么 释放进来的是部分灵魂 显现的就是部分灵魂 一措探知的意识念头的话 在这片心灵之海浮现的 也就是一措魂之能量 心灵善寿应该没有能力 将附近众生的灵魂全部扯入 他该是以诱导的方式 显露一点奇妙 勾引那些家伙主动探查 但只要释放部分灵魂和意识者 只要当真进来了 就会受陷于他 心灵之海 听着有点门道 居然不是真实的海洋 明顿坤画作的青鱼 在此神秘的世界摇晃着尾巴 它慢慢地变幻 又变成了人族枯瘦牢骚的形态 不过只是虚幻灵体 你现在看到了吧 我和我的先祖不一样了 我并不需要你这位远海域霸主 为我提供栖息之地 我在灰玉带了那么久 也不想参合你和其他巨兽的争锋 我知道 不死鸟女皇 已秘密潜入了进来 我 心灵善寿时男使女的声音 从这个世界的各方区域响起 可能够听到的声音的 暂时只有于渊和明顿坤 他讲话的时候 于渊感觉他在暗中 狐疑地看着自己 神秘的心灵善寿 先将于渊的一簇意识 魂灵诱导进来 觉察出一丝特殊的气息后 又主动以他的力量 进行了挪移更替 从而导致 于渊的阴神随之而入 于渊的阴神 一现身在这片心灵之海 神秘的心灵善寿更加觉得熟悉 他一边和明顿坤讲话 还在一边打探 你 修炼的是大阴魂数吗 忽然 一个就只有于渊能聆听到的求证声 空患飘渺地传来 此生一起 于渊便看到在他的面前 出现了一道神秘的魂影 这道魂影 处在星光熠熠的贝壳中 贝壳 似乎是他身体的一部分 他的魂影以五彩霞光明成 有着人的体态 透出一种不真实的梦幻美感 感觉上 他应该是一个女人 他有着一对贝壳般的翅膀 翅膀闭合着的时候 就是点缀着诸多繁星的神奇贝壳 一旦分开来 又成了他身后的翅膀 他也是魂影灵体 而非真实的血肉 望着虚幻模糊 没露出容颜相貌 他显得既小心又激动 你是他的传承者吗 我看到了展龙台 几万年过去了 我听说他死了 是吗 果然 于渊心头为震 马上知道他的感觉没错 眼前神秘的心灵甚受 他在避医世的时候 的确是认识的 我修炼的正是大英魂术 我是他的传承者 于渊做出回应 圆界之神在找我 我知道他应该来了 他想要利用这片心灵之海 我创造出的这片心灵之海 要是被他侵入夺取了 他能拉扯众生之魂进来 心灵善兽提起圆界之神时 灵魂在战斗 无比的恐惧 我知道他出现在灰狱了 所以我在躲他 你能帮助我离开吗 这片被我创造出来的心灵之海 要是让他掌握了 我担心心灵善兽很恐慌 心灵之海中的于渊 神色奏变 圆界之神来辉誉 是为了你吗 我一定是他 其中的一个主要目标 心灵善兽赶紧说 说说你的能力 和这片心灵海的奇妙 还有 我该如何帮你 于渊连声道 这片心灵之海的行程 一方面因为我与生俱来的天赋 还有就是得到了太阴的启发和帮助 心灵之海是桥梁 他能将附近众生的灵魂窥探 意识念头 还有灵魂的一部分都吸引进来 而我 能够让他们在心灵之海中厮杀 能抹灭弱小者的记忆 还能篡改他们的人生经历 他们的部分灵魂 意识念头 要是死在了这片心灵之海 这片海会变得更宽阔 能容纳更多的魂灵进入 只要有灵魂在死 只要没离开 我就能找到他们的本体 锁定他们的方位 不论他藏在何处 我都能找到他们 我还能通过他们的灵魂去攻击他们 心灵善寿描述了一番 这片心灵之海的奇妙 听得于冤心情有些沉重 你是说 要是给原界之神夺取了这片心灵之海 将其无限扩大下去 无数世界的苍生 各方的制强者 都可能被他诱导着 以部分灵魂 一部分意识体来查探 然后 全部沦陷在这片心灵深海 还能被他能一一找到 于冤秀到了危机 我并不了解他 我只是感觉他能掌控我创造的心灵之海 能够通过这片心灵之海 做到我都做不到的事 心灵善寿的缥缈魂影 才将话说到这里 突然闭合了贝壳 有 有个家伙很可怕 他入侵进来了 贝壳一合拢 他的魂影就消失在里面 点点明耀的星光 还有五彩的霞光 一同从那贝壳中流溢出来 他再次藏了起来 突然间没了踪影 只剩下轻微的声音还在响 他悄悄运转了力量 将这片心灵之海边沿区域 一小块灰蒙蒙的地界 显现到了于冤的面前 好让于冤能够看见 于是 于冤便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确切地说 是一道熟悉的鬼影 浩蒙第一位鬼神幽宇 在这片心灵之海的边界 以鬼神之灵体闯入 幽宇化身为一尊邪恶魂灵 将那方区域 同样被心灵扇受诱导进来的 各族的魂灵 意识 还有一簇簇的幽影聚拢着炼化 魂灵 意识体 都被炼化到了幽宇的体内 化作他的阴能和魂力源泉 这片被心灵扇受创造的世界 没有什么星空异能 只有一簇簇的意识和魂体 且分别对应着外界的朱强 幽宇 将自己视为浩莽的一员 他面对天外异族和异兽之魂时 当真毫不手软 必须要阻止他 他这样乱来下去 会将原界之神引过来的 心灵扇受的声音 很是心急如焚 他似乎有心关闭 进出心灵之海的视窗 却因为幽宇的存在 怎么都关不上了 长时间开放着 由于幽宇强横的灵魂气息外溢 他害怕原界之神能感知到 第1632章再见幽宇 幽宇 看着那道孤傲冷峻的受血鬼影 于渊眉头舒展 眼中露出欣然之色 这趟来徽宇 就是因为在浮生界的时候 他和鱼珠沟通过 知道浩莽的阴脉源头 想要确保幽宇安然无恙 幽宇 谭笑天和旋梨 颜麒麟四人 被玉界通道带往徽宇的消息 他也是从阴脉源头得知 此刻 看到幽宇的鬼神之灵体 神奇地出现于这片心灵之海 他顿时安心了 幽宇不仅是安全的 不仅没有被原界之神谋害 还有余力对心灵之海下手 将附近一族异兽的魂魄抹杀 以 你认得他吗 心灵慎兽不见踪影 可他轻柔飘忽的声音 却不住地传出 竟然是鬼神忧语 明顿坤画作的魂影 突然在于渊的阴神面前出现 明顿坤听不见心灵慎兽 专门对于渊说的话 可他也看到了心灵慎兽 特意弄出给于渊看的画面 他一直在观察着于渊 注意着于渊的阴神 所以能第一时间巧出异状 于渊 幽宇这家伙和你们都不一样 你们的风神 你们的晋升至高 是将主魂蜕变为原神 他不是的 他是无限壮大阴神 令阴神一轮轮地蜕变成长 踏出了一条从没有达成的鬼神之道 幽宇这一世的风神 和他第一世时 都是截然不同的 他的第一世 也是以主魂蜕变 凝炼为原神 而这片奇异的心灵之海 我怎么觉得 幽宇很熟悉的样子 明顿昆越说越震惊 于渊听得也一愣一愣的 有史以来的第一位鬼神 他的成神之路 和浩莽所有的人族 竟然都不一样 幽宇 在自己的进入 和拢不了心灵之海的他 发现幽宇正以自己的灵魂之道 试图参悟心灵之海的奥秘 试图夺这方和他息息相关的奇异海 他受到了惊吓 于渊朝着空气清赫 送我到那个家伙的位置 我可没这样的力量 酷受劳嗖形态的明顿昆 在这片心灵之海摇了摇头 魂之面容满是阴郁 于渊 你熟悉忧 你和他曾经很交好 我明白你想见他 想知道他遭遇了什么 可我不是心灵善兽 我送不了你 我也没和你说话 于渊嘴角清扯 此言一出 明顿昆琢磨了片刻 惊道是他在和你沟通 李难道相信他 李知不知道 如他般精通心灵秘书的异兽 很容易迷惑你 让你生出重重的幻境 让你不知不觉地 依照他的意志行事 利奥 还有那三头异兽 因他而袭杀我的场景 你刚刚才亲眼见到过 得知于渊其实在私底下 一直和心灵善兽保持着交流 明顿昆琢了 他想当然地认为 心灵善兽借助他擅长的幻术 和精神影响力 让于渊沦陷了 我岂会那么容易被他迷惑 于渊痴笑一声 不再和明顿昆浪费口舌 郑重地说道 我相信你有能力 将我送到那个入侵者的面前 放心 我能够约束他 不让他继续胡来 你 确信吗 心灵善兽若若地问 确信 于渊清喝 好 好吧 勉为其难答应下来的心灵善兽 忽然运转他的血脉天赋 于渊本在明顿昆旁的阴神 感觉如穿梭在暗境陈雾形成的隐灭通道 又像是 在某个一灵脑海的血管经络内 一穿而过 他还闻到了一股淡淡的海腥味 感觉上 他是在大隔离一般的心灵渗兽体内 或者是脑海 呼 他的阴神停住时 果然就出现在了忧雨身前不远处 能够在外与星河看到你 真是不错的感觉 于渊洒然一笑 太 于渊 差点喊出太阴的忧雨 也被默然冒出的于渊惊住了 但忧雨居然在瞬间恢复了冷静 像是突然想通了所有环节 我一进来 一感觉到这个奇鬼的世界 就瞬间联想到了你 灵魔之海 心灵和心魔的海洋 果然被你弄出来了 当年 你我曾经探讨过 曾经设想过的奇异海 你竟然在灰狱内 通过一头星空巨兽创造了出来 忧雨感慨地说道 灵魔之海 反倒是于渊 因他的这一席话 有些不知所措了 心灵之海 心魔之海 灵魔之海 称呼什么都不重要 总之 这是你我曾经设想过 可在我死前都没瞧见的奇异海 忧雨的脸上 有几丝欣然的意味 你我当初印证魂数 你我的 他的话突然打住 别试着窥探我 你既然来了 不妨现身一剑 我叫忧雨 来自于浩莽大世界 我是阴脉的意志体现 从他开始说起这方世界的学妙起 这里的任何魂灵意识 都不知他在说什么 包括缔造者心灵善寿 因为 他已经以他的鬼神之能 将身旁区域的心灵之海淹没 将其化作他主宰的领地 他相当于从心灵善寿的手中 抢夺了一块地盘 在这块地盘 他忧雨就是唯一的神 他的话语打住 没再深入的去说 是因为心灵善寿飞逝过来 想要聆听他和于渊的对话 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哇 裹着两片贝壳的心灵善寿 有前影的状态再次露面 模糊的魂影体态 看着柔柔弱弱 仿佛在主动示弱 但是 身为心灵之海缔造者的他 却被一层灰白色的波光挡在外 他硬是不能进来 他倒是了解你 所以才展露女性的娇弱面 想引起你的同情心 这头成年巨兽 我一进来就发现了 他面对其他人的时候 可不是你看到的那么娇弱 因他而死的人和兽 不知有多少个 幽宇冷横道 随后 幽影以意味深长的目光 瞪了于渊一眼 道 他知道你的身份吗 他当我是我的传人 于渊已有些拗口的话回应幽宇 幽宇听懂了 小心元界之神 元界之神 一直在找这片心灵之海 你让我关不了门 我怕他能找上来 心灵善寿在外尖叫 元界之神 幽宇的神色 终于变得凝重了一些 我懂了 元界之神将我弄来 就是知道灵魔之海藏在灰域 看来 他是想要通过我 找到这片被巨兽缔造的灵魔之海 西欧 从他的这具鬼神魂体中 飞射出了亿万数灰色流光 如无数探知的蝗虫 活动在这片神秘之海 让我来找找看 看看有没有他的信徒 已经提前就位了 他能借助任何信徒 以其灵魂降临 元界 和这个灵魔之海有相似之处 他该是想要通过元界 将灵魔之海吞没融合 以此对付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魂魄 他最终 还是想要借此和大魔神贝尔坦斯一战 幽宇皱着眉头 根本不理会心灵善寿的嚷嚷 也没有收回力量 没有让心灵善寿关闭这片奇异海的打算 第1633章真实的异景 幽宇在知道元界之神的图谋以后 依然是以他自己的步骤行动 亿万数灰色流光 洒落在这片心灵之海 如幽宇的眼睛 寻找着进入的魂灵和意识体 看看是不是元界之神的信徒 有没有元界之神的气息 他似乎可以在心灵之海 辨别出进入者 是不是和元界之神有瓜葛 心灵甚受很急 他想进入幽宇夺取的领地 想劝说幽宇放弃对这块世界的干预 想让于渊说服幽宇 幽宇就是不放他进来 触不尽的灰色流光 在整个心灵之海找人时 鬼神形态的幽宇 冷漠地看着 停留在灰白结界外的心灵善寿 不男不女的家伙 幽宇横了一声 他所在的这一片世界 铺展出了一幕幕画面 于渊早前看到的 用来拉扯星辰祭坛的处须 是生长在心灵甚兽贝壳旁的海藻 透亮的海藻中 有许许多多的尸体 尸体有异族 有异兽 还有出自浩莽的大妖 另有一幕画面 是明显有着男性特征的心灵甚兽 以类人的形态 以锋利的贝壳 残忍地切割几个修罗族战士 切碎为一块块后 将附有生机的血肉 放在贝壳内慢慢享用 有几个女妖 以为通晓灵魂力量 却被心灵甚兽梦魇般的力量 侵蚀到脑海 女妖在深海岛屿上 犀利的惨叫声 听得人不寒而栗 女妖的脑袋 一天天地缩小着 似被心灵甚兽蚕食着脑浆 将有益于她的脑域部位吃了个金光 还有不少外遇天魔 被拉扯到这方心灵之海 彼此间杀戮 强大的天魔 凝炼出来的小魔头 被心灵善兽吃糖果般 拧起一个倒背壳 一口吞了下去 更多心灵善兽猎杀苍生的画面 不断地浮现 有的是曾经发生过的 有的是此刻正在发生着的 她没你看到的那么柔弱 也没那么美丽 她是真正的星空巨兽 在星空巨兽的眼中 整个世界的生命 都是她饿了就吃的食物 由于脸色漠然 你所看到的画面 只是她想给你看的 在更多你看不到的地方 她也没闲着 一直都在猎杀过往的生灵 猎杀到了这个星辰的人和兽 于冤点了点头 她想到最初时 利奥等人被处去海藻缠绕着星辰祭坛 狠狠坠落的场景 意识到星陵善兽就是在猎食 为明顿坤赶来 没有她的出现 利奥等人该全部死光了 对付利奥那些人 星陵善兽甚至都没动用她的 心灵能力 只是以蛮力 就想轰杀这只已久及血脉 战士形成的队伍 不管你在当年 和她是什么关系 你都要知道她可不是什么善类 每一头星空巨兽 对现在的众生 其实都充满了浓烈的恨 不要以为她装的柔弱 装的可怜 就真的是善良弱小 能够以鬼神之力 洞彻这个星陵之海真实的忧郁 进来的时候 就看到了余渊看不到的东西 见到了星陵善兽隐藏的一面 所以 她对这头神秘的 精通星陵秘书的巨兽 没任何的好感 她甚至觉得 明顿坤都比这头星空巨兽好一点 因为明顿坤的做法简单粗暴 不懈弄出那么多的幻境去迷惑人心 还真有元界之神的信徒 又与眉梢为动 她脚下的空极区域 出现了一束灰白流光找到的魂影 三个影族的族人 这三个影族的族人 血脉等级并不高 也不知真身在何地 他们以三缕淡淡的魂影 在探知着心灵之海 他们的魂影 表现得很谨慎很小心 一束出现于此的灰白流光 猛地变成恐怖的飓风 将三个影族的魂影裹着撕裂 应该还有 我再找找看 忧郁板着脸 望了一下焦急的心灵善兽 道 你以为关上门 就能隔绝元界之神了 他任何一个信徒在此 他都能降临 他将我弄来 就是知道我了解灵魔之海 想通过我先找到 然后再夺取 这句话是传了出去的 心灵善兽听到了 然后沉默了片刻 道你究竟是谁 为什么你 不仅了解我创造的心灵之海 还能在我创造的心灵海域翱翔 我是谁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忧郁忽然改变了主意 那一层灰白的结界 在他化落实消失了 他和于渊两人 一下子出现在了心灵善兽的面前 既然你那么想进来 那你就进来吧 忧郁摆出一副主人打开大门迎客的架势 还朝着心灵善兽招了招手 示意他进来 我提醒你一句 我所占的这块地界 虽然是因你而生 可他现在已经属于我 在我忧郁的领地 你这个原来的主人 也是会受制的 忧郁自然有他的骄傲 眼前因心灵善兽缔造的这片奇异海 是他和太阴两人当初琢磨出的设想 可没有等他们将其实现 他就先陨落了 他也没有想到 在他陨灭多年以后 太阴竟然在天外的灰玉 通过这头特殊的心灵善兽 将其成功地构建了出来 这片奇异海 也有他的心血 也有他贡献的智慧 他当然清楚 在他的感觉中 是他和太阴两人会客出了构造图 以心灵善兽的血脉天赋为材料 将此奇特的意识海域弄了出来 他 还有此刻未醒的余渊 才应该是这片奇异海的缔造者 他俩才是主人 心灵善兽只是帮他俩 暂时照看这片奇异海的家伙 是他们雇佣的劳工 这心灵善兽在幽渝敞开门时 反倒是慌乱了 没敢立即踏入 后面 我找人 你杀人 幽渝释放出去的 亿万道灰白流光 还在此方心灵之海呼啸 在每一个涉足于此的魂灵和异事体附近出没着 很快 他又相继找到七个异族 有女妖 有虚空灵魅 还有暗灵族的族人 他将其呈现给心灵善兽 心灵善兽果然在配合着他 或编织死亡的梦境 或已置换的心灵秘术 或让那些人相互残杀 七个异族也都在短时间死亡 黎会长怎么变成了这样 由于在此开口时 那敞开的门又关闭了 又有灰白色的光雾 将心灵善兽挡在外 不让巨兽听到他和于渊的对话 我不知道他是沾染了什么东西 还是自己的追求 他为了获得能够和龙杰抗衡的力量 要将自身炼化为金铁器物 作为血肉生命的灵性 他快没了 他还对我动了手 只是没有成功 于渊梅一点隐瞒 说出他和黎会长的见面 还有格雷克的图谋 格雷克是要洗沙灰域的顶尖异兽 以免被妖凤掌握 将异兽的血脉提升到十级 变成用来对付深暗心域的核心力量 还说了 他此刻和明顿坤 都比较提防妖凤 全黎和颜先生呢 还有 谭笑天又是什么状况 他将这阵子的遭遇 大体上说了一番 才去询问优语的情况 全黎受了重伤 我的那具特殊躯体 此刻在旋黎身旁保护他 至于颜麒麟 我们被弄到灰域的瞬间 他就被一股奇怪的空间力量吸扯着 瞬间消失了 谭笑天的话 他在御界通道时 一感应到原界之神的意志 就和原界之神纠缠上了 我不着急 让那巨兽关闭这里 不担心他的信徒 将他弄过来 是因为谭笑天还在缠着他 一时半会 他应该处理不了谭笑天这个麻烦 即使知道我成功到了灵魔之海 也无法马上赶来 每次提到谭笑天的名字 由于都微微皱眉 谭笑天 有那么厉害 于冤一经 朱天星空的黑暗之力 他差不多参悟完全了 这条大道终极 他是玩透了 原界之神 也大概只能困住他 却杀不了他 由于神色沉重 对魔主谭笑天 他给出了极高的评价 话语中都有明显的敬意 第1634章一拍集合 灰玉深处 黎会长到了一团涌动的黄沙迷雾前 眼瞳中有一光闪过 他刚刚感知到一股神秘的灵魂磁场 好奇之下他已魂式探查 探查的魂式 落入那磁场时 如石沉大海 和他自身失去了联系 原界 黎会长皱眉 以为是那位名头响亮的原界之神 忽然弄出了一扇隐秘的原界之门 他不小心地探查 导致一团魂式遗落其中 他并不在意 对现在的他来说 不要说一团魂式了 便是部分灵魂遗失 他占力也不受影响 因铁花 一生清喝后 李会长化作一道金色光电 直接射入黄沙般的迷雾深处 黄沙飞扬的内部 一块不大不小的黄褐色陆地漂浮着 有地血族和火稀族的族人 在见到金色电光出现时 警惕地抬头凝望 血脉八级的地血族和火稀族族人 是这块陆地主人的奴仆 做一些杂役做的事 他们的站立倒是不值一提 李会长的闯入 让他们感到不安 因为李会长一口道出了他们主人的名字 以前的进入者 都是在外面先请求 得到他们主人的允许以后 才敢踏入境来 那些人都是有求他们的主人 所以都很守规矩 李会长却不太一样 不错的地方 早就想来拜访你了 没想到拖了那么久 李会长淡然道 陆地上建造着的石楼 楼宇间还有假山亭子 挖出的溪河中 流淌着火焰之水 溪河的河底 能看到众多蚕次的 未成型的器具 那些器具有号蟒人族和大妖怪用的 也有天外的异族战士 习惯使用的叉子 双刃战斧 长矛和战骨 精光形态的李会长 到了黄沙中的陆地上空 看了那些地血族和火稀族的族人一眼 什么多余的动作也没 他只是在默然等待 也没让他等太久 一声疲惫的叹息 从其中一栋石楼想起 那么多年过去了 没想到你还记得老生 共要驼背的鹰铁花 脸上折子深的 似乎能夹住落下的飞虫 他穿着一件暗黄的宽松长袍 拄着一根铁拐 他扶着铁拐的手 相机爪般干瘦 李舅当我死了不行吗 我这辈子也没失望过 去问顶浩莽的至高席位 有韩苗远这条老狗守着 没有什么战力 只懂得练弃的我 永远不能妄想封神 我也活不了多少年了 就只是想练几样 自己喜欢的小玩意而已 浩莽众生用的也好 天外一族衬手的也好 只要出得起架马 只要我高兴 我都愿意练智 弯腰很深的鹰铁花 有些费力地抬起头 眼神死气沉沉的看着李会长 我应该没爱你什么事吧 我 你变成了什么鬼东西 他的话语没说完 突然就尖叫起来 他一边尖叫 一边抽风班地剧烈喘息 李会长 你 你知不知道自己成了什么 在你的身上 我已感觉不出生命存在的迹象 你让我觉得 你就是一堆废铜烂铁 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怎么会变成这样 鹰铁花大惊失色 他瞧出了李会长的诡异 心生不安 我要以身化神器 李会长神色冷硬 以身化神器 鹰铁花愣住了 他那双死气沉沉的眼睛 因他的自语 因他的沉吟深思 竟一点点必亮了起来 炼气到了极致 也应该是能封神的 以前没有出现过的事 不代表现在不可以 韩苗远那条老狗 对浩莽的影响力变弱了 鹰铁花 你藏了那么多年 也该出事了 我需要你 将你领悟的灵气阵图 刻印在我的骨头之上 我的骨头 李会长神出左臂 他以右手拨开皮 将左臂的壁骨露出 竟有金铁之光 从那节壁骨中要出 我的骨头 已具备被你刻印灵气阵图的资格 不只是这节 我全身的骨头都是如此了 我向你承诺 我会为你谋取一席神位 让你以炼气师的身份成神 李会长郑重帝起事 以自身化为神器 我喜欢这个设想 也欣赏你这个匪夷所思的举动 鹰铁花咧嘴怪笑 露出满口的金牙和银牙 李会长 有句话你一定听过的 叫真金不怕火炼 你想要以身化神器 可能要熬过一关才行 我知道的 我会进入浩莽的地心之炎 以极致的火焰淬炼自我 李会长道 看来你的确是有准备的 至今为止 包括那头曾经的黄金龙神 也无法经受地心之炎 长时间的熔炼 李 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鹰铁花沉声道 知道 李会长点头 李要是成功了 不仅能够以血肉化作神器 你还能越过地心之炎 有接触圆魂的可能 鹰铁花精神一阵 从一开始 你就是想越过地心之炎 想去接触圆魂是吗 李会长没承认 也没否认 也在此刻 圆魂 有人提到了圆魂 是谁 心灵之海中的鬼神尤宇 还在以亿万灰色流光 寻找和元界之神相关的灵魂 他突然听到了这个声音 随后集中力量寻找 很快就发现了李会长的一簇 金银铜铁的魂尸体 李会长在鹰铁花面前 感应不到这团游荡在心灵之海的魂尸体 可尤宇却能通过他这一团魂尸体 看到他本体真身的方位 还能知道此刻的李会长 到底在做什么 和什么人交谈 华 涌动的黄沙中 那块黄褐色的大陆 母仆般的地血族 火稀族族人 弯腰驼背的鹰铁花和李会长 瞬间就被呈现出来 被忧于夺取的领地内 他和于云两人如九天之上的神灵 看着李会长和鹰铁花 听着两人的对话 鹰铁花 是其宗前面几代的宗主 传说炼器走火入魔 早就死于天外星河了 由于只看了一眼 听了两句 就说出了那个驼背老鱼的身份 他居然还活着 活在灰域的一方地界 心灵甚瘦的这片海 没有将他的魂念和意识拉进来 说明他对周围的神秘现象抗拒 聆听时 他扭头望了一眼于渊 道这个李会长 似乎决意要和你对着干了 他话中有话 身为于渊最早的挚友 在全面苏醒以后 又得到阴脉源头眷顾的他 自然是知道浩莽的地心深处 藏着阴脉源头也在渴望的元魂 他当然也知道 第一事实的于渊 是接触过元魂的 李会长将自己变成现在这样 还要舍弃血肉之身 准备将自己炼制成金铁铸造的神器 不仅要承受地心之炎的焚烧 还想想越过地心之炎去接触元魂 他是个隐患 必须要尽早除掉 优宇认真想了想 语气严肃地说 鹰铁花的藏身地 我大概能找得到 李呆在这头巨兽的星辰 我以外部的躯体 带着玄梨来找你 等我的躯身和你会合后 我们去找鹰铁花 将鹰铁花和李会长都杀了 李渊还处于惊奇之中 没想到优宇能通过进入的意识魂念 找到进入者的方位 能看到进入者的一举一动 这岂不是意味着 他优宇快将要成为这片心灵之海的主人 别再婆婆妈妈的 这个李会长既然甘心堕落 该杀了就杀了 你等着 我和玄梨已经在过来的路上了 优宇脸色冷漠 李渊还要急切 等我和玄梨来了 这头制造心灵之海的巨兽 也要被控制起来 还有就是 我要先助你破开封镜 第1635章撕破尾扇面 赤拉如有一层魔 应由于最后的那句话 被利刃给划破了 李渊的英神 和他本体真身 和展龙台之间 瞬间再建精神连接 他本体还是在原地 还踏着展龙台 站在那的已变换为新族世界的天地 新的天地 不再是浩莽的版图 令他感到陌生 而显露凶暴一面的明顿坤 也还在一座岛屿上 依旧低头看着下面的海域 不远处的利奥 贝鲁和杰拉特 犹如死物斑媒魂之动静 三魂一互通 于渊就知道他的本体真身 在那暗境沉雾中的星辰 其实就只过了片刻功夫 本体真身 通过展龙台已能感知出阴神 就在海域谋处 在一块奇异的神石内 心灵神石 他马上反映了过来 知道他的阴神 和明顿坤的一部分魂念 利奥贝鲁杰拉特的星光魂体 还有离会长的魂室 格雷克宁做的那片血色母影 全部都被心灵圣兽 带到或诱导到了他的心灵神石 心灵神石 似乎和虚空灵魅的开天神石一样 也成了一方独立的世界 不过 心灵神石所缔造的世界 似乎更特殊一点 只能供魂灵和意识体涉足 在心灵神石内 就是所谓的心灵之海 也是优于嘴里的灵魔之海 明顿坤苦苦寻找 始终不得方位的心灵善兽 必然就在心灵神石的位置 而那头不断对他示弱 表现出很胆怯惧怕样子的心灵善兽 其实是能够让他的阴神 和本体真身畅通交流 不去中断感应的 就如现在这般 优于能做到的 心灵善兽自然也可以 因为他是孕育出心灵神石 弄出那的心灵之海的存在 可他却没那么做 那头心灵善兽明明能做到 却只是一直遮蔽迷惑他 切断了他三魂间的连接 竟然还有连苦巴巴地哀求 求自己带他离开 还打着自己第一式的幌子 也是够阴险和狡诈的 你的眼神发生了变化 仿佛突然看清了很多 怎么 你被他弄进去的灵魂 让你给找回来了 岛上的明顿坤 突然仰头看着他 道 我是被诱导了一簇魂念 不过我无所谓 他们 可就不一样了 明顿坤嘿嘿一笑 盯着利奥等人 他们进入的不是部分 而是整个魂灵 你看看他们 这种失去灵魂的躯壳 若有外遇天魔在此 很容易炼化他们 将他们炼成魔躯 在星辰祭坛的上面 利奥 贝鲁和杰拉特 眼睛是睁开着的 可里面却没钉点灵光 他们给人的感觉 仿佛变成了人形的木偶 只有躯壳而无魂 鱼鱼脸色为冷 利奥等人的魂灵 要是在那心灵之海死亡 这三个只剩下躯壳的星族战士 不也是死亡 他们的身躯 应该会像优宇之前给他看的那样 被星灵圣兽慢慢蚕食 明顿坤 黎会长 还有格雷克班的强者 失去一小部分魂事 甚至一小部分魔魂 对他们都造不成太大的影响 这说明星灵圣兽 释放出全部的天赋能力 也没办法将至强者的灵魂 全部给弄到星灵之海 以可不够真诚 于渊的视线 朝着灰神恶 雷蒙兽 和三族金屋后方 另外一片深海望去 华 一只只银亮的鱼群 顿时朝着那片深海冲去 明顿坤紧紧通过于渊的视线 和他的这句话 就断定他凝望之处 就是星灵圣兽的藏身之地 于渊 让我找到他 让我看到那块星灵神石 我大概猜到 你我的部分魂体经历着什么 大概明白原因了 呼 刚刚目光所至处 于渊踏着展龙台 瞬间现身了 他下方的海域 再也不见一座零散的岛屿 海水如墨 非须须地深幽无比 在海水底下 他感应不是生命的气息 可他却知道 他的阴神就在深海底部 就在某个不起眼的角落 如明顿坤 以一根骨头炼花的小石子般 下方深海的心灵神石 也凝围了一颗小石头 混杂在亿万之多的铜色石头内 只要没能量散意 没气血和魂念流出 化作那片海底 无数小石头中一颗的心灵神石 明顿坤找到死 都未必能找得到 而现在 因优雨让他和阴神有了联系 他凭借自身和阴神的连续 就能将无数小石头中的 那颗心灵神石找出来 他召集了 心灵之海内 优雨的鬼神之体 指着灰白光幕外 那头不断撞击着的心灵神兽 冷着脸说道 你是在那个世界里 做了什么事情 你我灵体在的心灵之海 是他孕育出来的一块石头 这块石头 被明顿坤称作心灵神石 在那方世界深海底部 在亿万块同样的石头中 明顿坤从进入那个世界起 就是在找他 也在找那块心灵神石 而我 因因神在死 因你让我能够和本体保持联系 所以我帮明顿坤找到了 此刻 明顿坤已奔着这块心灵神石来了 于渊笑着解释 知道心灵甚受在暗中作祟 一点不坦诚 他的心态就变了 他对这头狡诈的星空巨兽 不再存有同情心 不再念不知道有没有过的旧情 我也看一看 由于这话一出 仿佛就以明顿坤在此的魂体 看到了发生在那个世界的事 如果你能约束明顿坤 让他别摧毁这块心灵神石 对我 对你来说 这块心灵神石都很珍贵 元界之神 也想得到这块心灵神石 增强他元界的力量 这头巨兽担心的没错 神石落入元界之神的手中 的确会很麻烦 真实的天地 我诚挚地向你致歉 心灵甚受的柔和声音 像在于渊真身之前 然后 于渊因神在心灵之海内 瞧见得那道如五彩霞光般的女性魂影出现了 他在他的心灵之海 已经接触不到于渊的因神 于是只好在真实之地现身 我遮蔽你 让你的三个灵魂不能互通 就是怕你能锁定我的方位 帮明顿坤找到心灵神石 你们两个是一起过来的 你们是同伴 而他对我不怀好意 我当然要提防 还有 你只是那位的传承者 而非那位本人 我没那么信你 心灵甚受痴一般的贝壳 洒落着星光 这个他也非聚受之身 只是一团灵魂异式 希望你拦阻他 或者 也将我那块心灵神石的准确位置告诉他 心灵甚受学着星族的礼仪 向于渊鞠躬行礼 不住地说着对不起 反复解释他所做的一切 只是为了提防明顿坤 可于渊 对他已充满了怀疑 怀疑他有别的企图 甚至怀疑他所说的每一句话 我姓悠雨 不姓你 于渊笑了笑 在你和明顿坤间 我也更姓明顿坤一点 信我才对明顿坤的宁笑声 从这方墨色深海的海底 从众多的银亮鱼群传来 给我点出方位 等我找到那块心灵神石时 我也就找到了他 和我玩花样 你这个年轻的小辈 还嫩了一点 于渊赶来的明顿坤 末的一声惊叫 魂灵形态的心灵甚受 将原先娇弱的一面引去 开始展露他残酷是杀的一面 既然说服不了你 既然你不听话 那我只好杀了你 于渊在心灵之海的阴神 已被犹豫拉入他的领地 没办法除掉 他能做的 就是灭杀于渊的本体真身 还有于渊的阳神 让于渊无法通过阴神 将他和心灵神石的位置 告诉明顿坤 他觉得 没有成为至高原神的于渊 应该很容易除掉 他选择直接侵入于渊的灵魂世海 第1636章心灵之战 终于肯露出真面目了 又与冰冷地说道 他在心灵之海中 通过明顿坤的一团魂影 看到了真实天地里 心灵善寿对于渊下手了 我等的就是这一刻 被幽语强占的那一片灰白色世界 突然想起了 无数鬼魂和魔魂的哭号声 他释放出去搜寻 幽语弦界之神信徒的亿万流光 化作亿万条或清澈或浑浊的西河 在条条西河中 似乎都有鬼魂浮沉着 有和魂魄相关的奥秘名为光线和法则 羽渊呆在他旁边的阴神 仿佛看到深藏浩芒地下的阴脉源头 化作了亿万条河流 将清澈和浑浊的一面都展现了出来 亿万条西河吸带着阴脉气息 流淌在心灵之海 以他忧郁参悟的魂之秘术 对这个奇异世界进行着渗透和占有 忧郁所处的世界 和辽阔的心灵之海相比 本来只是冰山一角 可现在 这片小世界竟在迅速壮大 渐渐变得宽阔 本来 忧郁还没有想动用全力 还在犹豫和试探 他想看看这头神秘的心灵善兽 是不是和当初的太阴 存在着什么亲密关系 等他看到心灵善兽 在那真实的天地对于渊下手了 他就不再犹豫了 他选择夺取心灵之海 另一端 呼 一个脸上覆盖着五彩面具 露出的眼瞳燃烧着怒焰的高大身影 突然出现在了渊渊的灵魂世海 这是一位看起来颇为高大的人族男子 他衣衫素白 一尘不染 他的两只手 分别握着一面星光灿燃的棱形盾牌 和一杆同样质地的长枪 他是有着明显雄性特征的心灵善兽 你是他的传承者 我本不想和你大动干戈的 可你却偏要和明顿坤对付我 化作雄性的心灵善兽 在渊渊灵魂世海的声音 不再柔和动听 而是粗野沙哑 吃拉 那杆长枪朝着渊渊的羊神投影 刺了一下 顿时有一道深青色雷电劈射而来 自从渊渊的羊神被圆血淬炼过 羊神的魂魄都被融入到了那具新奇的屈身 很难再额外提供魂力到他自身的世海 因此 他灵魂世海的羊神投影 就只是虚幻的影子 没任何实质的攻击力 也没真正的魂体存在 深青色的雷电 劈射过来以后 也只是劈在虚幻炮影上 没激起冰点波澜 因神在心灵神石中的海洋 在幽宇的旁边 羊神只是投影的余渊 如今在他自己的灵魂世界只有主魂可用 他的主魂 还没有能蜕变为原神 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其主魂和他本体真身容貌保持一致 也是灵体形态 灵体中有纤细的经络 皆是魂念的经练 而灵体的头脑部位 则是记忆和魂印所在 同为灵体的心灵善兽 雷电一级劈射在虚幻投影 见没有什么用 倒是愣了愣 阴神在外 羊神 没魂力来你的灵魂深处 你就仅剩下主魂 可你的主魂 又没根本性的蜕变 他一边嘀咕着 一边以他的能力 试图看看在于渊的主魂中 有没有深藏什么秘密 扑扑扑 众多看不见的 笔法丝纤细百倍的魂丝处虚 偷偷摸摸地如沾帽般 想要戴在于渊的主魂头顶 在顺势落入其中 但却在一瞬间灰飞烟灭 与渊似笑飞笑的 看着强行闯入的心灵圣兽 看着这头神秘的巨兽 由他便做他 你既要兼顾忧郁 对你心灵之海的霸占 还要在外面防备明顿昆 这样的你 分出一道灵魂 还想窥探我的秘密 要轰杀我的主魂 贪多嚼不乱的道理 你难道不懂吗 较忧郁的是难缠 明顿昆也不好惹 可你 心灵善受面具下 紧露出的眼瞳中 有着几分轻秒 你就是一位自在尽的人族修行者 像你一样境界的人族 我在辉育的这些年 杀了有几十个了 为成员神者 人族的阴神 杨神和主魂 凭什么抗拒我的心灵之力 他抬起棱形盾牌 盾面上的星光 在于冤主魂的注视下 忽然变得鲜活 如有众多萤火虫呼啸着 化作一片绚烂的星海 令记忆错乱的心灵能力 从那盾牌上的绚烂星海泛起 于冤主魂深处的记忆 魂印 还有一条条一魂念精炼的经络 纷纷受到影响 换了一个正常的人族 自在静大修 被心灵善寿以这种与生俱来的天赋 在自己的灵魂是海施法 瞬间就精神错乱了 如果阴神 阳神和主魂都在 心灵善寿的这个天赋 将爆出更恐怖的威力 人族自在静大修 阴神阳神和主魂 将会因精神错乱 而在自己的脑海斗个你死我活 都不需要心灵善寿再次出手 一个自在静大修 就会走火入魔而亡 可于冤 只是感觉受到了一点影响 只是感觉 还只是一点点 事实上 他压根没受影响 他主魂随意地一撇 就看到心灵善寿抬起的 棱形盾牌 盾面上的那片绚烂星海 众多呼啸的光点 竟然 就是正在发生在 心灵之海的战斗 幽宇 已经展开他的能力 以鬼神之威 献出无数轻灼的阴脉溪流 冲涩在那片奇异海 进行着掠夺 心灵之海的下方 有巨型大隔离形态的心灵善寿魂影 正以心灵秘术诱导着 被他弄进来的众生魂灵和意识体 那些魂灵和意识 冲击着幽宇和于冤阴神所在的小天地 而心灵慎寿的兽魂 却在最最下方 小心躲避着亿万青灼溪流的飞逝 他在心灵之海的魂体 处于最下方 于冤的阴神 在幽宇的旁边 点出了位置 看来心灵之海 还真是和海挂钩 我们都在海上的空中 下面有看不见的海 他 竟然还在更下面 原来如此 这个心灵之海和那个真实天地 是有不少共同处的 由于有所领悟 点了点头 又到 你本体真身 还有明顿坤所在的天地 是一颗被他完全炼化的星辰 在那颗星辰上 他能以他的能力 能变换为号码 也能形成星族的世界 可那个世界 其实是依托真实星辰而成 它是有能力将其改变 而心灵之海 则是纯虚幻的意识海洋 虚幻的意识海洋 也有他最熟悉的 他改造的那个真实天地的影子 如他的巨兽之身 藏在海洋底部般 他在心灵之海的灵体 也是在海下面 这话说出时 亿万条青灼溪河 所有暗藏污灼之能的溪河 突然笔直地朝下 如万箭齐发 摄像幽语原本看不见 也感觉不出的海底 你 于渊的灵魂是海中 抬着冷行盾牌的心灵善兽 闷横了一声 盾牌 如一面心灵明镜 的确是将那片心灵之海映照了出来 只是盾面上本有迷雾 不应该被一眼看清真相的 于渊的主魂 就瞥了一眼 都没太认真的看 竟然能无视迷雾的遮掩 一下子瞧见了隐藏的真实 看到盾牌上的星海 就是心灵之海的投影也就罢了 于渊还看到了他藏在其中 连幽语都看不到的魂体 怎么会这样 这不可能啊 一手举着盾牌 一手提着长枪的心灵善兽 眼神茫然地难难 他感觉到了蹊跷 感觉到了不对劲 对人足自在静大修 无往不利的心灵秘术 没有对于渊奏效 令他生出了不安 只是主魂作战于此的渊渊 还没有表现出特别的魂术 可如今给他的感觉 却越来越恐怖 让他越来越看不透了 在我的灵魂是海 在我的意识世界 你竟然敢展现和灵魂相关 和心灵相关的秘法和天赋 于渊雅然失效 迄今为止 敢敢在他灵魂是海乱来者 还没谁能真正讨到便宜 明顿坤在飞银星域的狂暴 也不是因为起天见阵 而是窥探了他的灵魂 从他的主魂深处 瞧见了元魂的痕迹 然后明顿坤就疯了 立即以狂暴状态逃窜 第1637章幻化神魔 真实的天地 全于空的展龙台旁 枯瘦牢 形态的明顿坤 从另外一方深海的岛屿赶了过来 他就站在渊渊旁边 一赤红 一银白的眼瞳 以一种饶有兴趣地的神色 看着闭着眼脚踏展龙台的渊渊 途中 他看到心灵善受不再遮掩 要对渊渊下手时 他还惊叫了一声 那时的他 还多少有点担心 担心渊渊不够警惕 会被心灵善受伤到 惊叫声过后 他就看到魂影形态的心灵善受 变成了一道五彩霞光 瞬间消失在了渊渊的眉心深处 在那一刻 刚刚还惊叫的明顿坤 忽然就放心了 他于是不慌不忙地过来 等他见到渊渊所幸闭幕了 就知道渊渊和那闯入的心灵善受 该是在渊渊的灵魂是海中发生了冲突 渊渊的灵魂是海 可不是你想进就进 想出就出的地方 即使你是心灵善受 还精通着灵魂和精神艺术 明顿坤在心中赋菲 脸上露出了幸灾乐祸的表情 他当然知道 在渊渊的主魂至深处 那位的灵魂印记从没有暴灭过 他曾经有幸见过渊渊主魂深处的场景 他还记得当初的他 有多么的震惊和恐惧 反应有多大 他倒是想知道 心灵善受侵入渊渊的灵魂是海 一层层拨下去 将会拨出什么 想到即将发生的场景 明顿坤就咧开嘴 忍不住地黑黑怪笑起来 如张金博 挖掘火山之星 挖出了血水 如利奥贝鲁等人 炼化这颗星辰 发现藏着心灵善兽般 心灵善兽在渊渊灵魂是海参挖下去 从渊渊主魂中 将挖出太阴和猿魂的痕迹 哈哈 明顿坤拍腿狂笑 不远处的海水中 灰神恶雷蒙兽和三族金屋 被滔天巨浪卷柱 被暗在深海中 无论如何也挣脱不掉 他们眼巴巴地看着狂笑中的明顿坤 放心 你们不再是我的目标了 明顿坤恒了一声 很意外这三头顶尖的异兽 居然没有被心灵善兽 将兽魂全部带入那片奇异海 你们失去的那一部分兽魂 还是有希望被找回来的 扑通一声 他落入墨色深海 就露出一个头在外 还高高昂着望向展龙台 暗地里以众多的银亮鱿鱼 持续朝着海底深入 另有更多的鱼群 从他海水中的身体飞出 也在四处活动 如幽于此刻在那心灵之海内部 以亿万道灰白流光画作的青灼溪流 才是抢脱心灵圣兽的奇异海一般 明顿坤也在以他的方式 对这片真实的墨色深海渗透 要将这方海域笼罩 然后 只等于云给出一个准话 告诉他海底树不尽的石子中 哪一个是心灵神石 他就能顺势找到心灵圣兽 我要的是这头成年的心灵善兽 我要以他来恢复力量 以他壮大魂魄 明顿坤咕弄了一声 似乎是说给三头顶尖的九级一手听 又像是说给于渊听 至于他弄出的心灵神石 我是可以割让 可以交给你去处理的 好 于渊的回应声 从他胸腔的气血小天地传来 回答明顿坤的是他的阳神 阴神在心灵之海 在幽宇旁边 主魂在他自己的灵魂是海 一脸嘲讽地和心灵善兽说着话 他唯有阳神闲着没事 所以 他是以阳神去回应 以追随这一束血气 血气去的地方 就是心灵神石的方位 这头心灵善兽的巨兽之身 该是缩小以后 躲在心灵神石的旁边 当然 不管他在何处 你只要动那块心灵神石了 他就一定会出现 咻 一束赤红幽电 猛的由于冤胸腔飞离 直射墨色海底 哈哈 我期待很久了 明顿坤欣然答应下来 在墨色海洋中 分散在各处的鱼群 顿时向着那一束赤红幽电聚拢 以他的鲜血 和他鱼鳞化作的银亮小鱼 聚拢之后变成了众多的明顿坤 看起来 像是几百个鱼群形成的明顿坤 从各个方向追随着那一束赤红幽电 李河来的底气 一一敌三 自身的是海中 鱼鳞的主魂朝着前方飞逝 虚空轰隆隆地作响 一尊接着一尊未知的神灵 或执掌着雷霆道泽 或是最古老的魔神 或是头顶着苍穹脚踏大地的巨妖 或是围阵星河的巅峰战士 这些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被太阴神王轰杀的异类神明 如在鱼渊脑海糊了过来 鱼渊的主魂 矗立在一尊尊的至高 魔神巨妖之前 看起来很渺小 却让心灵善兽感受到了大恐怖 幻化诸天神魔 心灵善兽失声尖叫 也在此刻 他闯入到鱼渊世海的这一道魂体 和他在真实天地的巨兽之身 和他在心灵之海的兽魂同时断了联系 他也是一分为三 因为他感觉鱼渊最弱 最容易被灭杀 所以他入侵鱼渊灵魂世海的魂体 仅仅只是兽魂中的一小部分 可这一小部分 和他的巨兽之身 和他心灵之海中的兽魂 从没有被遮蔽过 而现在 他在鱼渊的灵魂世海 被鱼渊以他刚刚对待鱼渊的方式 蒙蔽了他和自身的感应 他的巨兽之身 和他的巨兽之魂 已经不能知道这部分魂体 正在遭受着什么了 我 我 我知道了 心灵善兽的这一部分魂体 等看到诸天神魔 越过了鱼渊的主魂 一尊尊地直扑过来后 他发出了绝望的哀嚎声 他这部分魂体 突然跪伏着仕途解释 仕途得到谅解 可惜 只在一刹那间 他就被众多的神魔巨妖轰杀 呼 在他这一部分魂体湮灭以后 鱼渊主魂的背后 一片虚无之地中 忽然出现了一道朦胧的魂影 这道朦胧魂影 被两片星光璀璨的贝壳包裹着 气息神秘 安静地一动不动 鱼渊扭头看了他一眼 就一眼 这道朦胧的魂影便消失了 而鱼渊主魂深处 则是出现了许多 心灵善寿参悟的心灵秘术 多了一枚小印记 仿佛 被那些猪天神魔吞噬的一部分 心灵善寿魂体 已被他消化干净了 华 一尊庞大的巨兽 形弱大格里 贝壳星光翼翼 被于冤凭空捏造了出来 出现在了他的灵魂世海 有一篇 让他觉得既熟悉又陌生的魂诀 如一本尘封多年的魂书 被翻开了几页 突然呈现出很多东西 神魔衍生觉 站在斩龙台上的鱼渊 紧闭的双眼睁开了 心声呢喃了一句 在他背后 一尊接着一尊虚幻形态的古老神魔 巨妖 巅峰强者的魂影 接连浮现出来 气势磅驳 庄重森严 斩龙台悄然不觉间 丝化做了一席神作 他坐在神作的上方 在他背后出现的朱天神魔 妖神级别的巨妖 十级的巅峰战士 还有正在形成的心灵善兽魂影 如侍奉了他千万万年的护从 他为神王 背后皆是追随者 第1638章神魔衍生觉 呜呜呜呜 饱吼 被明顿昆困在另一片深海的三头九级异兽 仰望着此方天穷 感受着古老神魔的气息 连兽血都在站立 仍旧处于幻境状态 还有一部分受魂一落的他们 发出恐惧的嘀吼 鱼 鱼渊 九星贤者贝鲁 和利奥杰拉特两人 竟瞬间灵魂归位 他们的灵魂 在那头巨兽的心灵之海中 因忧欲和心灵圣兽的战斗 而得到了自由 刚回归到躯体 下巧看到了这一幕 他们看到在鱼渊背后 有一尊接着一尊 在浩莽大世界 在漫天星河中 赫赫有名的神魔 正矗立在虚空 仿佛只要鱼渊心念一动 这些惊天动地的神魔 就会为他冲锋陷阵 依然落在展龙台的鱼渊 此刻给他们的感觉 如神魔之王 是那位的神魔衍生觉 从出生起仿佛就得到 群星祝福的利奥 以他那座生命祭坛感应 和他翻阅过的族内点击一对照 马上就明白了 传说中 直掌展龙台的那位神王 每杀死一位至高和大魔神 都能通晓对方灵魂的秘密 将其以魂体重现 利奥清赫道 神魔衍生觉 贝鲁和杰拉特两人 也低声重述了这个词语 满脸的惊悍 显然也是听过的 神魔衍生觉在天外星河 在强大的智慧生灵中 似乎流传甚广 呼如水中泡影般 一尊尊威严浩荡的古老魔神 又在鱼渊的背后消失 而关于神魔衍生觉的诸多精妙 施展的方法 剥夺魂体秘密的手段 以魂式演变再现的玄妙 只在鱼渊的主魂过了一遍 过了一遍 他就洞彻了所有的精妙 和所有的晦涩之处 根本不需要再细细领悟 如大英魂术般 等他找回以后 就变成了他自身的一部分 就是他的力量来源之一 因为他早已悟透 只要掀起盖子 将此魂诀显露出来 他就能全懂 那本就是他的 墨色深海 海底的一个角落 这儿有一地石头 暗黄色的 灰褐色的 微微透着绿光的 还有五彩的 每块石头都不大 只是数量繁多 内中都没什么特殊的气血 和魂力透出 甚至没一点能量释放 一束赤红优垫 带着由万千银亮 小于聚拢的名本鲲 在一块果核般大小的石头 上方停下 痴 赤红优垫 仅停顿了一煞 就摄入到其中 原本不起眼的 混杂在万千石块中的这块 顿时如星辰般明耀 有数以万计的微小光点 在石块内冒出来 心灵之海的世界中 一道粗阔的赤红闪电 毫无预兆地横根在天 还被困在心灵之海 没有离开的魂灵和意识体 看到那一道赤红闪电出现时 生出一种世界将要撕裂崩塌的可怕感 赤红闪电仅存在数鸟 心灵之海排斥血气的法则 就碾碎了闪电 赤我的血之力 站在渐渐扩大的 被忧于夺舍的灰白领地中的余渊阴神 脸上浮现出欣然笑容 一道赤红闪电如撕裂天穷而现 虽然就持续了一下 可他的阴神还是嗅到了他自己的气味 专注于强占此界的幽影 也显得有些惊讶 似乎想不到余渊的一道血能 居然能落入这个被心灵擅寿缔造的意识海洋 找到了鱼群俱勇而成的明顿坤 围绕着那快不起眼的石头 发出同样的惊喜声 那快被一束赤红幽电射入的石头 随着众多星光的明耀 有一股无可匹敌的能量荡漾开来 其他的所有石块 瞬间化作石粉 就在海底飘散 通龙海底剧烈地震动 墨色的泥浆翻涌着 一头兽区充满了这片海域 覆盖了千万里海域的巨兽列地而出 它并没有缩小 而是在海底下方 充满了整个海域 或者说 这片墨色的深海 就在它的一片贝壳上 斥放着五彩神光的心灵神石 在它裂开海底的大地 将巨兽之身呈现时 心灵神石就消失在了它的贝壳 墨色的深海 下一刻突然沸腾了 来自于外界的混乱星空异能 注入到深海的海水 让海水中能够被明顿坤 动用的水质能量 被冲抵了七七八八 明顿坤先前 以众多的银亮小鱼 暗中铺展架构的水质法则 也被冲溃了 这片墨色深海 本该成为明顿坤的水质异域 所有暗藏的水质能量被它动用 可在心灵甚受现身刹那 局势就变了 游离在星空中 常人感觉不出的杂念恶念 亡魂残存之力 污浊的精神异能 被心灵甚受牵扯过来 墨色深海 化作了令人精神扭曲的磁场 海之力则被无限削弱 心灵甚受以它领悟的精神道规 驱逐明顿坤的水质力量 让海域成了它的领域 既然你那么喜欢玩 我就陪你好好玩玩 明顿坤一声低吼 这个星辰上别处海域的海水 纷纷飞向了天空 成了千百丈宽阔的江河 注入到这片墨色深海 深海的颜色 由墨色被迅速淡化 成了一种墨蓝色 宽阔的江河垂落下来 在海域形成一道到今天的浪潮 灰神恶三族金乌和雷蒙兽 背着股冲击颇冲的飞上天空 明顿坤似乎是知道 因忧郁和心灵善兽的灵魂 在心灵神时发生战斗 让灰神恶三族金乌和雷蒙兽 也醒了过来 他就不再压制这三头异兽 于是飞上天的异兽 显得有些乖巧的 站在了鱼渊身旁 而魂体归位 喊出神魔衍生觉的利奥等人 也驾驭着星辰祭坛 同样飞逝到了鱼渊的身旁 他们下方的深海 巨浪滔天 大地轰隆隆地震裂 心灵善兽捏造出来的 一座座星族的宫殿建筑 瞬间毁于一旦 两头星空巨兽 就在这个星辰 在下面的深海 进行厮杀偶战 于渊还知道 在同一时间 心灵善兽的兽魂 还在对付心灵之海内的忧郁 以免忧郁趁机夺取 他缔造的意识世界 我们老被掳苦着脸 搓了搓手 到暗尽成物对我们影响不大 我们如今不受幻境的影响 可星空巨兽之间的战斗 我们是插足不了的 你们趁早出去吧 于渊微笑点头 大贤者 利奥不满地喝道 杰拉特保持着沉默 年轻戏上的利奥 由于三个族人的死亡 因为吃了亏 显得不太甘心 杰拉特却很事项 知道以他们的力量 不但抱不了仇 在心灵圣兽和民奔坤 分出结果以后 他们没于渊庇护的话 十有八九都要死在这里 对据兽来说 他们只是羔羊 只是补充血肉能量的食物 趁乱离开 尽早出灰狱 是他们目前最明知的选择 有缘再见吧 被掳在这个时候 可不管利奥的反对 装作没听见利奥的嚷嚷 只是对于渊说 如果我们能活着离开灰狱 我们一定会去切鸟界 好好对你表示感谢 你要是在浩莽的话 我们会等你来切鸟界 他对在浩莽的经历记忆犹新 所以早就打定了主意 神魂宗没有称霸浩前 他死都不会再去浩莽 立即撤离 该说的说完后 他已不容置疑地语气 瞪着利奥说道 你是我们星族的希望 你将来是能超越巴罗的 我们谁都可以死 你绝对不行 如今的灰狱太危险 你要为自己 也要为我们考虑考虑 走了 杰拉特也在催促 他和贝鲁两人 不由分说地加注利奥 连星辰祭坛都不顾了 直冲外界而去 利奥一动 从他体内孕育出的星辰祭坛 自动地跟了过去 呜呜呜 雷蒙兽在星族三人逃走时 也低声嘶吼 吼声透着不安 他已吼声告诉于渊 他们留在这方奇轨的世界 也非常的危险 希望于渊带上他们 尽早地撤离 第1639章少年太虚 黄沙滚滚的迷雾深处 离会长端坐在一块岩石上方 他整个后背皮肉被撕开 露出金金神铁般的骨头 弯腰驼背的鹰铁花 以一根绣花针 在他的骨节上刻印着灵阵图列 不时就没说到 我神针点相处 你需要散尽所有的金金之力 你要完全配合我 还有 我所刻印的灵阵图列 至多只能增进你两成的力量 这是一座破败的楼宇 角落里堆积着废铜烂铁 屋顶镶嵌着几颗宝石 别说是两成力量 即使是半成 都值得我冒险 李会长说话时 嘴角有痴痴的电流飞窜 他如金属般的眼瞳中 图有一点幽光闪烁 我的一团魂念 从那 元界回来了 很古怪的感觉 我似乎嗅到了阴漫源头 和鬼神忧郁的味道 那元界 如无形的辽阔海域 有许多的魂灵和意识体 被突然拉扯了进去 我仿佛还看到 有一个五彩的魂影 被大背壳裹着 为了寻找殷铁花 才特意来徽域的李会长 也是初次涉足此地 他被诱导进入 心灵之海的一团魂念 在忧郁和心灵善兽战斗时 因他足够的强大 所以成功趁乱回归 他一回归 就记得了在心灵之海的经历 于是向殷铁花描绘 那不是元界 在徽域生活了很多年的殷铁花 满是折子的面庞上 露出惊讶之色 那个地方 是被一头叫做心灵圣兽的 星空巨兽所创造 应该是叫心灵之海 很久以前 我因为好奇也被扯入过 当时它还不够强 让我从那个心灵之海成功 挣脱了 我后来特意查证 找一些厉害的家伙问了 才知道那是他以巨兽 惊破为自己打造的第二个脑域 这个脑域 也被他叫做心灵神石 为一方意识和灵魂的海洋 他能通过心灵神石 在动用天赋能力时 诱导附近的生灵去探查 探查的是灵魂 灵魂就会沉落 如果是魂念和意识体的话 也会呈现在里面出不来 解释了一番 银铁花倒是很吃惊 你能够出来已经很厉害了 近些年来 我所知道的 深陷那片奇异海的 没一个能走脱的 因为他是和幽宇在战斗 离会长道 幽宇 浩蟒新进的鬼神 在远古时期他曾是鬼巫宗的首领 也是太阴神王的智友 他获得了新生 依托因外源头再次冲上了至高 离会长道出幽宇的来头 我太久太久没回浩蟒 没接触浩蟒的强者了 看来 近些年的浩蟒 倒是发生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 银铁花干巴巴的笑道 不知为何 我有些不安 离会长略显空洞的眼睛 望着天外飞扬的黄沙 觉得好像有谁注意到了他 你们好好待着 后面应该出不了岔子 于渊踩着展龙台 面对雷蒙兽的请求 他笑着摇头宽慰 不必担心 下面的那头心灵圣兽 没可能获得胜利 他在心灵之海的阴神 留意到幽羽竟然关闭了那片奇异海 在海中 如离会长 如大魔神格雷克的巅峰强者 似乎还趁乱离开了 可离开的时候 于渊明显地感觉到 他们的意识和魂灵中 有幽羽的灰白魂线 魂线植入了能够被幽羽放在眼里的强者意识中 随着意识体和他们的灵魂会合 幽羽也知道了他们的方位 甚至 还能悄悄窥探他们的思想 知道他们有什么打算和计划 幽羽能关门就说明他和心灵擅守的战斗 已经处在了上风 他关门前特意释放的那些人 也成了他的眼线 在他需要的时候 他能一个个地摸上去 一个个去攻击 没有被识破的魂线 还会变成他的杀手锏 能对离会长格雷克的灵魂 冷不防递来一次暗袭 运气好的话 一级就能让离会长格雷克灵魂重创 大幅削弱他们的战力 你想以地心之言淬炼躯体 还想图谋原魂 于冤脸上渐渐阴沉 原先对离会长还有一些愧疚的他 通过幽羽听到了离会长和英铁花的对话 于是心中有了决定 等忧于外界的屈身 带着旋梨过来 解决了心灵慎兽后 就在灰玉灭沙里会长 确实要以绝后患 大人忽然间 太虚神王的声音 从他脚下的展龙台传来 躺了很久很久的太虚 在展龙台内缓缓作喜 安德烈的容貌和体型 因他的苏醒 进行着细微地调整和改变 没多久 血魔族的安德烈 就以精妙的血脂掌控 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一个瘦瘦高高 面容清秀 显得有些腼腆的人族少年 呼 这个人族少年有展龙台飞出 落在了于渊的前方 手骨如竹般修长的两手 抵在胸腔的方位 冲着于渊深深鞠躬 他以满寒感激的眼神望着于渊 似乎有千言万语要说 想宣泄一番汹涌的情感 太虚 于渊心头一震 这个少年模样的太虚 在他的记忆中 静无比的深刻 他顿时看到了许多目模糊画面 在那些画面中 他的背后一直站着这个少年 略嫌腼腆的少年 永远都是坚定不移地支持他 无论他是对还是错 于渊的灵魂深处 都泛起了激动波澜 知道数万年前的同伴 当真重现天地了 我在后来变得苍老了一些 当然是没现在这么年轻 太虚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可现在 我既然可以随意地中注屈身 以任何年龄阶段的样貌显现 那我就选年轻一点吧 当年 我刚进入神魂宗 刚刚 见到展龙台时 就是我现在的样子 他口中的展龙台 自然就是第一事实的余渊 宝乌 灰神恶 雷蒙兽和三族金乌 突然围着他低笑 也兴奋地垂胸顿足 三头异兽都认得他 知道他当初以灵魂形态来挥玉时 就是此刻的少年模样 不同的是 眼前的少年已是血肉之身 是和他们一样活着的生命 年轻好 年轻的你 让我怎么看都觉顺眼 于渊不由自主地 伸出手想拍拍他的肩膀 好像以前做过无数次这样的举动 然而 等他真正伸出手时 又忽然觉得不合适了 名义上的他是余渊 是神魂宗的一个小辈 而太虚 是神王 是神魂宗的巨博之一 两人在身份上不对等 于是 他的手僵硬在了半空 他善笑着想抽回来 啪 太虚笑着主动迎来 先蹲在他的手下 再以肩膀顶撞了一下他的手心 让他拍肩的动作得已顺利完成 这像是一种神秘的仪式 你让我拥有了一具全新的躯体 而这具躯体 比我以前的还要奇妙 太虚的脸上和眼中 都流露出欣然和兴奋 他还指了指脑袋 道 我的融合没一点阻碍 于渊眯眼一看 又以展龙台略一感应 就见在太虚的脑海中 只有太虚的一团元神 而无因神和阳神 人族至高的元神 和外域天魔的大魔神 本质是一样的 此刻的太虚 就相当于一位大魔神 拥有了一具神奇的魔躯 这具魔躯 还是以血魔族的大魔神屈身炼制 太虚以大魔神的魂 炼化血魔族大魔神的屈身 似乎无比地契合 只是 在太虚的脑海中 并没有浩芒本源的气息 也没神位被铸造 也没凝炼出神位 鱼渊轻和 我并不需要 神位的存在 本源的融合 的确是能大幅增强元神的作战力 但我现在感觉也很不错 即使没神位的加持 我这具因你而缔造的躯体 也可以给我带来巨大的战力和潜力 第1640张天把火 太虚一脸质得一满的笑容 因为他的现身 三头原先闹腾着想逃离的异兽 忽然安静了下来 他们对太虚很信赖 似乎只要有太虚在 他们就愿意一直待着 他们愿意一直待在太虚身旁 免都免不走 对待渔渊时 他们是出于利益 知道渔渊有可能令他们的血脉蜕变 让他们发生值得飞跃 对太虚不一样 他们将太虚视为依赖 当作能够真正信任的朋友 你们也在啊 没有在神位本源方面谈论过多 太虚的目光 终于从渔渊的身上已开 落在了这三头异兽的脸上 你们的运道还真不错 竟然那么快在灰狱 就碰到了他 格雷克想杀他们 渔渊道 帷幕清秀的太虚神王 陈寅片刻 就猜到了来龙去脉 轻轻点头 他们确实很容易突破到十级 如果有适合他们方法的话 三头异兽听得懂 兽目骤然一亮 竟然是心灵善兽 我们原来是在他的领地 在他炼化的那颗异星上方 太虚细长的眉毛一挑 终于意味过来 知道他在何处了 他低着头 也看向了下面的深海 自然也就看到了明顿坤和心灵善兽的战斗 在很久很久以前 心灵善兽是宣誓忠于展龙台之主的 根据他立下的誓言 任何人得到了展龙台的垂青 都会是他心的主人 太虚神色为朗 他好像反悔了 他试图杀我 于冤道 不懂得感恩的家伙 少年形态的太虚 听到这句话时 眼中有浓烈的杀鸡蹦射 他本来应该死的 本来也无法成言 为那位的帮助 他缔造不出心灵之海 也练不出那块神石 太虚明显了解过往内幕 他话里的意思 是于冤在第一世的时候 帮助心灵善兽进行了蜕变 让这头巨兽度过了危险期 还弄出了心灵神石 心灵之海的缔造 也是于冤在太阴的时代 助了他一臂之力 根据古老的协定 心灵善兽也立下了誓言 不论以后的时代如何变迁 不论太阴神王还在不在人世 只要有他的传承者手持斩龙台出现 这头心灵善兽就必须侍奉为主 必须要誓死追随 心灵善兽违背了自己的诺言 我在天一把火 丢下这句话以后 清秀的太虚凭空消失 他消失在于冤和三头异兽的眼前 消失在灵魂的感知中 仿佛当真无稽可寻 可于冤却能通过阳神 清清楚楚他感觉到太虚的痕迹 还知道太虚一瞬间后 就出现到下方的墨蓝色深海 太虚此刻正在默默地 去接近那头心灵善兽 不论明顿坤 亦或是心灵善兽 居然都没觉察到他的前影 不知道在他们的战斗中 插入了一个太虚进来 于冤维维尼眼 看到太虚变成了巨兽感应不出的血影 悄悄接近心灵善兽时 还在蚕食他们大战时建设的血能 巨兽轰撞 撕咬 碰撞出的血字 太虚居然能吸食 吸食时 两头巨兽还是浑然不知 比起原先的大魔神安德烈 太虚都要高出一劫 他的原神融合了这具躯体 而躯体被我重燃生命之火 出现了一座生命祭坛后 该是有了新的质变 于冤暗暗惊道 有忧郁和明顿坤 再加上擅长按席之道的太虚 太虚又是完整的形态 心灵善兽插翅难逃 我先送你出去 等时些时候 我们换一种方式再见 与此同时 在心灵之海中的忧郁 也看到了在真实天地里 太虚神王 尽以血肉之身重或心生 他听到了于冤和太虚的对话 知道很久以前的心灵善兽 是听命于他孤友的 到了这阶段 于冤的阴神继续逗留下去 其实没什么必要了 忧郁对此界的掌控力 变得越来越大 关门后 他送别人离开可能会麻烦 曾经是缔造者之一的于冤 阴神要脱离心灵海 有他帮助能无视门的封闭 哇 于冤的阴神 先是在展龙台的世界出现 又突然回归本体 让人头痛欲裂的尖笑 渐渐从这个真实天地的每个区域传来 于冤懒得感应 懒得去看 就知道心灵善兽连番被重创 兽魂 还有巨兽之身 都在遭受着沉重打击 在他因神离开以后 又与在没有后顾之忧 根本不在意弱小的 被心灵甚受欲动的魂灵和意识体的死活 心灵之海中 之前沉落在里面 没有能离开的魂灵意念 被条条溪流卷柱吞没 灰白色的神秘领域 不断地扩大 反客为主 咔嚓 一道绚丽的血光 传出太虚的气息 在下方末蓝色的深海要出 如割裂了坚硬的盾壳 将心灵善兽斩为两劫 心灵善兽的哀呼声更响亮了 于渊周遭的虚空 出现了几十个他柔弱的魂影 两片被壳断裂 楚楚可怜的他 哀求着于渊高抬贵手 楚说着 他和太英当年的过往 他曾经的乖巧懂事 他又在慌乱之下立誓 想要博取于渊的同情 想逃过这一场劫难 于渊这次无动于衷 当墨蓝色的深海 墨色渐渐退进 变成淡淡的梦幻蓝色 汹涌而动的大海 就成了明笨坤的领域 明笨坤到了断裂的贝壳中央 找到了代表心灵善手屈身的 嫩滑被肉 心灵神时 于渊和太虚的声音同时响起 提醒明笨坤下杀手归下杀手 别弄坏了那块石头 放心吧 千千万万的银亮鱼群 从庞大到充色海域的明顿坤体内飞出 游向那大隔离的贝壳内 啃食他的血肉 一道接着一道 心灵善手的柔弱魂影 在渊渊旁边变淡 他依然在张口尖叫 在哀求 只是没有声音能传出来 忧郁 明顿坤再加上太虚神王 三味珠天星和顶级的存在 联手要个杀他 他的确是逃脱不掉 渊渊收回目光 不再费神感应 知道心灵善兽就由自取 怨不得别人 少年形态的太虚神王 由淡蓝色的深海飞出 似乎看到了新族族人的离开 疑惑到 利奥还有被掳他们 急匆匆撤离干嘛 怕心灵善兽 更怕明顿坤 渊渊笑着说 太怕明顿坤 倒也是应该的 新族的老辈们 多次联合围剿过明顿坤 不同生命间的战斗 向来是如此残酷 太虚活了那么久 什么都看透了 对恩怨情仇和生死离别 都不是特别在乎 五 优雨 似乎在朝着我们的位置赶来 他来作甚 李会长找到了英铁花 让英铁花帮忙化身为器物 想去经受地心之炎的焚烧 然后 他是想进入地心之炎包裹的地界 他这是找死 太虚谋光阴朗 经文李会长想图谋原魂 对李会长再没一丝好感 我们承诺的神位 并不是不去兑现 不过是让他多点耐心而已 他几千年都等了 就在乎这么点时间 还有 我已经给他开辟了一条新路 那条路因为你的存在 也有了永生的可能 他想要的太多了 他知道最卓越的魂之力量 能够轰杀龙结 这个人留不得 即使得罪了商会 也要尽快除掉